昨天晚上睡到几晚 以及 九点早餐应该还是不错的 OK 好 今天上午的议程非常的充实 根据我们昨天的介绍 待会儿华语变谈的 11项重要的赛事和活动的主办方 会在这里 依次的介绍和发布 他们的赛事 以及在2019年的 全新的动向 那么在此呢 我就不过多的 一一介绍 宣兵夺主 所以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我们的主办方们 首先 第一位进行宣讲的是 来自亚太大专华语辩论公开赛的 赛事筹委会主席 唐自允先生 大家欢迎 各位大家好 不好意思 我的那个 汉语不是那么标准 因为我是标准的马来西亚人 所以汉语不那么标准 就请大家尽量去听明白我在说什么 那我是唐自宇 是第九届 也就是2019年 能听见吗 2019年亚太大专华语辩论赛的 筹委主席团之一 因为我们团里面 主席团有五个人 那没有一位说真的有能力去当这个主席 那我们其实是叫 并行的 那 就不多说 我们来介绍一下 明年的一个亚太大专辩论赛 那 像邱阳兄昨天说 开头总是要说一些无聊的东西 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亚太赛的一个历史 那第一届亚太赛在2001年开始 前身是新马大专华语辩论赛 那在第四届的时候 扩展到亚太地区 然后两年一半 是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中文学会办的 说到新加坡 不只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其实还有一间南洋理工大学 也不错的 那 大家就不要一直想这是NUS办的 我们NTU其实也不错 好 那 到2017年第八届 他们第一次引入了电子抽签程序 电子抽签呢 就是说 你上网去 凭手术去决定你的参赛资格 就是说 您在0.01秒 您的对手在0.02秒 按下去 那个Enter键 您就拿到那个资格 越快 手术越快 你就 那个几率就更大 那今年我们一样会延续 那个电子抽签程序 也成立了评审顾问团 那就像我们的万豪明老师 也是我们的评审顾问团之一 然后我们也非常成功地邀请到各地的一个知名变手去 来参加这个赛事 做评审的啊 还有也曾经产生过好像 对 那这里当然是要赞助商嘛 赞助商就要打广告一下 那这是 四支队伍 那今年我们亚太赛有什么计划呢 第一项 我们会引入 在线打分系统 第二项 增设激电赛 在前面八届 我们亚太赛是没有激电赛的 那今年我们 就增设了这个激电赛 并且全面电子化报名系统 因为大家都在说环保 那今年我们就 让这个报名系统 全面的电子化 然后提供比赛场馆 住宿场地往来的一个交通接送 增加选手福利 还有增设海外的社区 海外赛区 不好意思 那计划一 引入在线打分系统 因为大家都在说环保嘛 那我们这一次亚太赛 会全面五子化 包括你的报名程序 也不需要再去 做太多的一个 像盖章啊 像是一些 需要打印出来的东西 我们会全面电子化 然后你只需要到我们的官网 去登记 对吧 对 登记 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赛事 改善 那因为亚太赛是一个 非常传统的比赛 我们 一样是用那个三轮投票制的 那我们改善了三轮投票制的执行 用电子化 让他可以 让评审可以在线 直接用手机或者平板 去登录我们的一个程序 来 投票 也解决人数问题 因为我们人数不足 我们是由全部都是学生办赛 我们没有一个像是一个主师 还是什么去做的 全部都是南大学生 然后计划二是 周色基点赛 对 然后计划三在 全面电子化一样 全面电子化报名程序 那透明度 包括我们是 非常公平公正的 就连我们南大 他要报名参赛 也必须要靠他自己手术去争取 我们没有预留任何的位置 给我们学校 那在这里先声明一下 计划四 我们会提供比赛场馆和住宿场地往来的一个交通接送 那学校面积算是比较大 那学校巴士的频率 在尤其周末 它是非常的不足 那评审迟到 选手也会迟到 所以我们从点A到点B 选手春到比赛区 它是有一个大概 20分钟的一个步行距离时间 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会提供那个往来巴士 从A到B 我们现在在争取着 拿到那个电子巴士 就是不需要汽油的那个电子巴士 去接送这个选手 好 那同样 我们也会开放我们的那个学生活动中心 给选手去在那边放松一下 在比赛过后 他们可以来我们的那个选手 这个学生福利 学生活动中心 去玩他们想要玩的任何游戏 那计划六是今年比较大的一个更动 因为我们收到来自加拿大 包括来自英国 他们的一些兴趣 就是说他们想要参加我们亚太赛 他们就说 怎么说 就像他们在英欧美地区算是新兴之火 我们华语辩论在新加坡也算是新兴之火吧 那在我们打算增设海外赛区 让更多 提供更多的平台 给更多的大学去参加 因为我们是本着一个就像 我们的首要宗旨 就是要推广豪语辩论 所以在未来我们很有可能 会拓展到甚至全世界 成为一个国际的赛事 不再局限于亚太赛 那不免所以说一下心路历程 可是这些我就不太想读 那大家可以大略看一下 他们都不太重要 就好 大概就到这里先讲一下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 为什么我都没有说亚太赛的一个赛制 还有包括一些报名方式之类的 因为我本身不是变手 如果我是变手 我在上面也不会说得那么辛苦 那我只是一个中文学会会员 那我就只是一个办赛的 我不是一个专业的变手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要了解 我们亚太赛的赛制 可以去我们的官网 可以翻开我们那个手册 22页 那边有QR Code 可以扫一下 那我们的公众号在 今年 上个礼拜吧 才开的 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我们的关注者非常的少 那就在这边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唐子宇先生 对我们带来的介绍 还有分享 那其实很多时候 为辩论做贡献 我们一起在辩论圈中 努力 奋斗 跟是不是变手 没有那么大关系 对吧 当年老国院的主办方央视 他们也是电视人 不是打辩论的 亚太赛从2004年办到现在 尤其是在过去比赛匮乏的时代 其实有非常多的成名变手 都借助这个舞台 发光 发热 展现出了自己的光芒 同时呢 这个平台 我们也希望能够借此机会 让更多人可以看到 好的 那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第二位选讲的嘉宾 是华语辩论世界杯 赛事组委会主席 陈灵岳先生 大家欢迎 好 各位前辈 各位同好 大家早上好 我一直在想 我应该怎么介绍自己 能和大家套一套近乎 我不是这样来说 我是一个曾经集齐了 山海杯一轮游 新国变一轮游 老友赛一轮游 市井赛16强 法变8强 并最终在世界杯 取得了冠军的变手 陈灵岳 所以我最终决定 为世界杯组委会卖命 并且把他做大做强 非常感谢 亚太赛组委会的负责人 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 但是我笑的 团委的盖章 还是没有拿下来 所以明年估计 没有机会 和大家在新加坡再见 很遗憾 昨天梁秋良先生 说自己是新生代变手 我是真正的新生代变手 我是真正的新生代变手 好 下面进入到 今天关于 华语辩论世界杯的介绍当中 小小的 做了一下广告 就给我搬出去了 好 谢谢 今天我的介绍 主要分为以下的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将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赛事的简介 以及我们的发展历程 第二个部分当中 是我们的比赛 在我们看来一些 可能可以跟大家 值得分享和交流的赛事特色 第三个部分 关于赛事规划 是在接下来一年当中 我们可能去尝试 做的一些努力 和想要做的一些事情 而最后一个部分 是华语辩论世界杯 对于在整个辩论赛事当中 我们希望做事情的一个初衷 和我们最终的期待 第一个部分 华语辩论世界杯的赛事简介 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说一下 华语辩论世界杯 跟大多数赛事的发起的 最大的不同是在于 大多数的圈内的赛事发起者 都是辩论爱好者 但是我们的赛事发起者 全部都是足球爱好者 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华语辩论世界杯的 创始人高远先生 他同时也是一位辩手 他意识到了 传统的体育竞技 职业联赛的模式 也许可以引入到 辩论比赛当中 去帮助他更加体系化 和城市化的运转 因此在2012年的时候 高远师兄在北京 正式建立了辩论黄金联赛 初期有八支队伍参加 那么发展到2014年 我们在北京的模式相对成熟之后 我们把该模式逐渐推广在了全国 首先在西安 天津 以及长春等赛区 尝试建立我们第一批的 全国的赛区 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的全世界范围之内的总决赛 正式更名为 华语辩论世界杯 参赛高校覆盖了 海内外的32所高校 并且正式成为了一个 有影响力的国际的赛事 那么到了2018年 到现在我们已经在全大陆范围之内建立了近40个赛区 并且在尝试建立我们海外的选拔赛 同时我们紧跟足球世界杯的脚步 把我们总决赛的规模 从32支扩大到了48支 那么赛事的影响力可能如大家所见 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 今年如果大家有印象 我想大家一定有印象 就是清云学姐在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 趁年轻我偏要勉强 帮助我们赛事把影响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上 这是我们赛事整个发展历程上的一个回顾 第二个部分是 我们赛事背后的一些主要的支持的力量 第一个部分是最有力的背书 在2018年我们以 团中央学校部和全国学来秘书处 作为我们的指导单位 为我们提供最有力最权威的背书 而在第二个部分明人明星 这个部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可能跟大多数的国际赛事一样 我们会邀请知名的变手明星的大咖 来参与到我们比赛当中 但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时候 我们在评委的邀请以及嘉宾的构成上 会更多元的考虑社会评委的引入 比如说今年我们邀请到了 援助欧盟使团团长 关城远先生和知名的制片人 沈建先生来我们的比赛担任 嘉宾希望把整个辩论圈范围之内 不仅局限在我们自己辩论人自己的狂欢 也能够得到社会力量多方的认可 而第三个部分 我们尝试与多家媒体进行合作 包括一直支持我们的北京电视台 包括今年重点与我们合作的凤凰网 以及之前对我们进行过 全程直播的多余频道 而在之后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尝试的 跟更多的有社会影响力的权威的媒体 去进行进一步的合作 接下来是我们赛事的一个 大概的规模 在今年发布了 港澳台及全球海外地区的 预选赛的招募之后 现在我们的参赛队伍 在明年应该会涉及到11个国家 在这里面 大多数咱们 大多数的比赛应该都涉及到了 可能跟大家会有不同的是 如果大家仍然有印象 在今天的世界杯当中 我们邀请到了 俄罗斯的莫斯科关系学院 我们邀请到了 埃及的爱因夏姆斯大学 并且在今年刚刚的邀请当中 我们已经确认到了 法国地区的队伍 巴黎政治学院的参赛意想 因此我们进一步的把全球的规模 华语辩论的全球规模 继续向外扩大 而在全国的赛区层面 我们目前已经在 全国的27个省份 建立了32个赛区 目前只有4个省份 仍然没有我们赛区的涉足 不过就在刚刚的招募活动当中 包括宁夏的银川 包括江苏的扬州 都在联系我们 想要成立新的 以城市为据点的赛区 所以在未来 我们会争取 为中国的大陆的 每一个需要辩论 每年需要丰富比赛资源的地方 去提供我们自己联赛层面上的支持 以下是我们年度的吹牛环节 我们在高校 以及社会当中的一些影响力 首先在高校方面 我们选取了三个很有代表性的事件 第一个是 今年华语辩论世界杯期间 内蒙古科技大学到北京来参赛 他们学校的大屏幕上 全程直播了内蒙古科技大学 两场小组赛 并且播放给了全校的师生 第二张也是今年华语辩论世界杯 参赛队伍澳门城市大学 在参赛之前 他们的校长亲自为他们举行 适施的仪式 表示对他们的支持 而第三张图 这是某 据说在未来四年 要取得三项世界冠军的高校 在他们学校的毕业典礼上 校长的一个致辞 把华语辩论世界杯的冠军 跟世界大学生运动女足比赛 跟大家简单地分享一下 这个比赛在我们学校 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因为北京师范団学 大家都知道 女生的比例比较多 所以取得一个世界性的 运动比赛的冠军 对于我们而言意义非凡 而华语辩论世界杯 能够得到与他们共享 和并列的荣誉 我认为是值得在今天这个论坛上 与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在社会的影响力上 数据的部分我就不再念了 可能多方的媒体报道 包括官方的背景 都曾经对我们做出过 相应的支持 例如说今年世界杯结束之后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有对我们的新闻进行推送 北京电视台每年在决赛之后 都会对我们进行一个 系列的报道 以及团中央学校部 会用他们的公众号 去发布我们的一些赛事的信息 这都是各方社会的力量 在我们的努力之下 在大家的支持之下 能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 最有利的支持 在第二个部分当中 赛事特色是我们想要 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在华语变成世界杯 无论是总决赛 还是分赛区的 办赛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跟大家分享了 一些经验 和我们赛事的独到之处 第一个部分 在分赛区方面 这是一如我刚才强调了 我们借鉴了 职业联赛的模式 我们希望一个比赛的选拔赛 或者说一个地区的比赛 它不再以淘汰赛的形式 导致大多数的队伍 一年只能有 在一届比赛当中 只能有一场的参赛机会 因此我们引入了单循环的 职业联赛的模式 保证任何两支队伍 在每一年都有交手的机会 一方面能够使得成绩的选拔 更加科学 能够更加稳定的考核 队伍的成绩 同时也能够给大家提供 一个全年性的 综合的多的比赛资源和机会 而职业比赛当中 与辩论比赛 在原来以学籍为中心的 这样一个模式之下 其实有一个特别的优势 就是球员或者说运动员 他之间可以自由地流动 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商业运作 或者转会 去为其他的队伍效力 或者他可以通过一些商业的活动 去为自己曾经效力过的队伍 再去打以上纪念级别的比赛 而这一点也深深地启发了我们 让我们把老兵和外援制度 引入到了辩论黄金连赛 和现在的华语辩论世界杯的 分赛区比赛当中 我们允许毕业辩手 为自己曾经所在的高校 再次上场比赛 我们也想要为其他比赛效力的 知名的辩手 或者辩论的同好 能够有机会去尝试 为不同的队伍 做不同的贡献 这个地方我选取了两张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图片 第一张是北京游电大学 和他们的教练 中央财经大学的周威光学长 为他们担任外援的这样一个照片 第二张照片 这个可能有点糊 三遍是中山大学的池野学长 他在今年的华语辩论世界杯 北京赛区的比赛当中 为天津大学担任外援的 这样一场比赛 所以老兵外援制的引入 很多人到年底的时候 会称我们比赛为军备竞赛 因为老兵和外援会争相上场 一群老变手 可能代替了我们新生代变手 在场上进行角逐 让比赛整个的可看性 和激烈程度 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所以这是我们觉得 在分赛区方面 比较值得分享的地方 而在总决赛层面 让辩论荣耀 让辩论各行 这是我们一直的追求 华语辩论世界杯 可能在整个的赛事的期待和方向上 我们最在乎的事情 是能够让辩论这件事情 从规格上 从档次上 从活动本身的影响力上 能够让社会觉得 我们确实是一次 精英青年人的聚会 因此我们致力于 把比赛的档次不断地提升 2016年 我们首次把决赛办在了 北京饭店的金色大厅 一个很恢红的场面 而在2018年 我们最终把决赛办在了 水利方国家游泳中心 很多人心里可能会有期待 明年我们会把决赛办在哪里 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 因为现在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但是可以跟大家保证的是 明年的决赛的规模 一定不会比水利方更差 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请大家期待就好了 好吧 以下的两张图 是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创举 我们希望把国际上的 也在说华语的外国的友人 引入到我们的比赛当中 因为如果关注过国变的同学 可能知道 在原本的时候 在华语辩论 它的主要目的 还是为了推广华语的时候 很多外国说华语的友人的引入 帮助我们提升了 我们赛事的影响力 而今年我们邀请了 来自俄罗斯和埃及的队伍 加入到我们赛事当中来 以及我们邀请了 全程关注华语变成世界杯的同学 因为应该对这位赛事主席 很有印象 他在场上的妙语联珠 以及他对华语的那种熟练的掌握 都让我们现场的氛围 一次一次的到达了顶峰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尝试 我们希望通过国际力量的引入 让我们整个华语辩论赛事 提升和扩大 而在总决赛层面的第二个 我们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地方 和数据挖掘 这件事情今年新国变也在做 我们觉得这是辩论 一个很好的尝试 就是让辩论不仅停留在 我们的直观层面 不再停留在我们的印象层面 我们希望通过一些数据的挖掘 把辩论比赛呈现一个更加量化 更加可视化的分析 而除了最基本的关于辩手 第一张五维图 辩手的贡献值 辩手的场均正负值之外 我们在今年新做了一个 关于评委的数据的统计 而这个字可能不太清楚 我们主要讲的是 评委的场均数票的时间 包括一些其他的统计 包括评委打分的高低 评委手下留情的程度 希望于通过辩手和评委的 量化的统计 一方面帮助观众 帮助辩手 帮助评委 自己更可视化的去进入这个比赛 而另外一方面也是能够从宣传上 去提升整个赛事的吸引力 能够让它变得更有趣味 而除了赛事本身之外 我们也在尝试更多元的探索 其他周边的一些赛事的活动 包括第一张 虽然它叫冠军精彩 但当时我们的宣传口号 肯定叫毒奶了 对吧 大家预测冠军的最终的归属 开幕式的红毯仪式 明星嘉宾的讲座 以及闭幕的晚宴 都是我们希望去提升 变手归属感的一些具体的举动 而第二张图 可能是我们区别于 其他赛事的周边活动 一项比较特殊的活动所在 就是我们的赛区主席和队长的年会 我们不希望为我们赛事分赛区 努力的每一个人 在每年都只是收获 一个默默无闻的名声 我们希望在每年总决赛的舞台上 为大家提供一个会议的机会 能够让大家欢聚一堂 去交流这过去一年 为赛区做出的贡献 在赛区当中出现的问题 并且提出对于赛事建设 以及发展的意见 去交流 去沟通 去让我们的赛事变得更好 让每一个曾经服务于 华与变成世界杯的人 能够在这里一方面找到归属 另外一方面真的可以 在面上 在舞台上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是我们一直在尝试做的一件事情 第三个部分赛事的规划 在未来即将到来的2019年 我们想要在以下的四个层面 做出我们的尝试 第一个层面是寻求更多的社会合作 我做这个PPT的时候 实际上把下面这张图片 已经放上了几个 我们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合作意向的赞助商的商标 结果被我老板删了 高远师兄可能想要给大家一个新的惊喜 所以后续请大家 持续关注华与变成世界杯公众号 我们将在里面随时更新 以及同步我们与赞助商的合作的信息 第二章当中 扩大赛区规模 优化赛区管理 我问一个简单的小问题 在座的各位同学 你所在的城市 或你所在的地区 没有华与变成世界杯 赛区涉足的同学请举手 好 还真的不多 好 那么下面宣布一件事情 就在前两天 我们刚刚在公众号当中公布了 华与变成世界杯 2019年分赛区招募的通知 刚才举手的同学 如果你所在的城市 有六所以上的高校 有能力参与到辩论活动当中 并且希望建立一个 基本的联赛的制度 为赛区的辩论氛围 做更多的贡献的话 欢迎联系我们 我们的报名截止时间是 1月5号 华与变成世界杯公众号 前天的推送 刚刚推出 欢迎你们通过 阅读原文当中的报名链接 来联系我们 并且成立新的赛区 我们欢迎更多城市的朋友 加入到我们的 赛区的大家庭当中 而另外一方面 随着赛区规模的扩大 我们将要进一步去优化 赛区的管理 因为我们自己也深深地意识到 随着赛区的数量 不断地增加 赛区管理的难度 在不断地增大 可能赛区当中 出现的一些制度方面的问题 一些比赛程序上的问题 会变得更加层出不穷 所以在未来的一年当中 我们会继续细化章程 另外一方面 我们会完善 我们的讲程制度 具体而言 在未来的一年当中 这不是一句空话 这是真的要跟各位 在赛区当中 有所涉及和建树的同学 所分享的 如果赛区的管理 让我们感觉到 已经不再符合赛事 本身的发展 我们不会再强行地 把名额给你们 让你们到 华业变成世界杯的 大舞台上去参加比赛 我们会尝试把一些 管理不善的赛区 暂时的关停 直到它符合 我们的赛事期待为止 以保证 整个赛区管理的 良性运转 第三个部分 启动积分机制 完善名额分配 这个部分讲起来 就比较残酷了 因为明年 我初步预计 我们的赛区 可能会突破40个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 一件事情 以往华业变成世界 为分赛区的冠军 不管你是6支队伍 10支队伍 或者16支队伍 冠军是可以 直接获得总决赛名额的 而在2020年世界杯当中 这以常规和原则 将要被打破 也就是赛区冠军 将不一定保证出现 而在赛区名额 分配的过程当中 我们将要引入 两个主要的参考的因素 第一个是刚才 我提到的赛区的管理 如果一个赛区 本身的运行 在程序上 在管理上 存在明显的不善的情况 我们会考虑 削减赛区的名额 而第二个部分 是我们主要参考的 一个核心的部分 就是我们会结合 赛区的冠军 在网界华为变成世界杯 当中的表现 设立一个历史积分榜 实际上这个历史积分榜 现在我们已经做出来了 表现比较好的赛区 获得成绩比较好的赛区 在未来的名额分配当中 会获得更多的名额 而可能成绩上 在总决赛当中 没有那么突出成绩的赛区 在名额上 会有相应的减损 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但这毕竟也是 我们赛事的规划 所以在今天需要跟大家 在这里分享 而第四个部分 丰富产品内容 提供变首出口 我是真的觉得 上面写着超级变首的时候 讲这个稍微有点不太合适 但是我们也在做 这方面的尝试 就是我们希望 能够在我们力所能及的领域之内 去开发一些培训的产品 为参与到华语辩论世界杯的变首 或者更大范围的变首 去提供一个出口 能够让大家凭借辩论 能够为自己获得一些 现实层面的利益 这是我们在未来 主要考量的一件事 而以上四个部分 是我们在2019年 着重做的四件事情 而这个部分 是2019年华语辩论世界杯 目前为止初步的安排 我们的时间预计定在 2019年的4月27号到5月4号 除了常规的比赛的流程之外 我们会尝试去做 更多的周边的活动 例如中间会设立闭门的晚宴 或者其他的一些讲座 去继续丰富我们的赛事 而在右下角 大家也已经看到了 我们会继续选择 在北京的地标性建筑 作为我们决赛场地的选择 还是那句话 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场地 目前为止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请大家随时关注 华语辩论世界杯 我们一定会给大家 一个满意的答案 最后一个部分 赛事的期待 还是这句话 让辩手荣耀 让辩论更好 我是一个辩手 我是一个辩手 所以我特别在乎 对于我而言 我特别在乎的事情 辩论这件事情 真的可以受到 社会的支持和认可 大家在打比赛的时候 一件很苦恼的事情 就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 而不支持大家 大家觉得你们不务正业 可是对我而言 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以往 我面临的情况 和大多数在座的各位是一样的 父母可能会觉得辩论这项活动 没有什么意义 它没有办法给你提供 现实方面的增益 也没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 让他们可以跟周边的 大爷大妈 好好的吹一吹牛 可是今年 华语辩论世界杯办完了之后 当青云学姐在水利方的 趁年轻我偏要勉强 真正产生了广泛的 社会影响力之后 我爸去火石站接我的时候 对我说的这样一句话 他说明年 你们一定要把 华语辩论世界杯办得更好 我觉得对于我而言 这种转变 是我们华语辩论世界杯 真正想要去追求的 一个方向 我们希望通过 社会力量的引入 通过影响力的扩大 通过我们与多方资源 合作的尝试 能够让辩论 不仅仅得到社会的支持 还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 能够让大家以后 在做辩论的时候 在参加辩论活动的时候 不让大家再认为 是做一项很不务正业的事情 而真正能够进入到 一个精品的 优质的青年活动的平台当中 这是我们赛世 一直以来的追求和期待 所以最后 我想再说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恳请在座的各位 与我们一同努力 因为刚才举手的情况 也告诉大家 在大多数大家所在的地区当中 都有华语辩论世界杯 分赛区的引入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配合我们 和我们一起 把辩论的影响力 继续扩大出去 第二件事情 是我今天特别想说的 就是与刚才那个相关 就是辩论的每一项活动 都离开不了 在座各位的支持 所以我特别感谢 超级变手 今天能够给我们提供 一个年度论坛的平台 能够让来自各界 各个地方的辩论人 欢聚一堂 能够在这里 可能中间出现过 很多的状况 可能某些情绪激动的同学 会觉得 整个流程不让你们满意 但是我想说 辩论人在这个圈子当中 做的每一件事情 他们面临的外部的压力 和内部协调的难度 都是不是在座各位 可以想象的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辩论人 应该自己承担的 但与此同时 也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帮助与配合 所以我恳请大家 最后两个字就是理解 理解每一个赛事的主办方 理解今天年度论坛的主办方 理解每一个 正在为辩论资源 和社会支持努力的人 他们的每一步 都将为大家 在未来的辩论活动当中 造成真正的福祉 这是我们的一点期待 那么最后呢 最后还是要 不落俗套的 祝大家一句新年快乐 但是我的新年快乐 没有这么简单 华语辩论世界杯 2019年主题日历 将要在年后 在我们的微店当中 正式上线 请大家随时关注 华语辩论公众号 并且支持我们 年度主题日历 最后祝大家 华语辩论世界杯 祝大家 2019年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要确认一下 OK OK 有人号称他是 真正的新生代变手 来 再做各位 觉得 对吧 觉得陈主席 比我更不像 新生代变手的 请举手 还没 好 你可以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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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看不到 刚才的盛况 大家听完我的问题 都纷纷举起了手 OK 好 那无论如何 刚才听到 15分钟干货满满的宣讲 相信大家都已经 充分地了解了 华语辩论世界杯 这几年来做出的努力 和对辩论的意义 让辩首荣耀 让辩论更好 那对我个人而言呢 作为一名辩首 当我看到今年4月份 水立方 舞台 闪耀 惊艳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感觉 非常的荣耀的 我相信对于 很多辩首来说 在社会化层面 为辩论做出的 推广的意义 很多时候或许 比我们想象中 要大得多 而正是这些 经典的现场 在一步一步地 改善 提升 我们辩论人 在外界心目中的形象 好 那么 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 第三位宣讲嘉宾 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 赛事组委会主席 王磊先生 大家有请 大家好 今天呢 不打算太具体地介绍 我们这个赛事的情况 因为昨天晚上 包括刚才让我们工作人员 四处看了一下 场内几乎没有不参与 我们赛事的高校 我就不谈地区了 首先第一个问题 是我们是谁 对吧 我英语不大好 但我们工作人员 做了这样一个PPT 我也不好念 特别简单地介绍一下吧 我们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 从2011年开始创办 到2013年的时候 第一次做了 大规模的 实体的海选 到今年的时候 第九届 我们的赛事规模 已经达到了超过530所 应当是目前规模最大的 一个选拔类赛事 我们目前的主要合作方 是人民日报社的新媒体中心 我们通过人民日报的客户端 每年在向所有的用户 在做直播 我们今年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数据 在我们的决赛的最后一场 达到了直播量 接近500万 加上微博的话 是接近了800万 那应当是国变 老国变以后的一个收视的巅峰 那我们预计明年的时候 对 是明年 就是第九届的决赛的时候 会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播放 因为我们已经另外 还有了两家的合作对象 那具体的到时候 就请大家再期待一下 有一个不是特别好的消息 陈主席 我们的时间撞了 提前给你预告一下 对 因为看到你的时间 我还是友情提醒一下 本来今天没有想讲 世界华尔边人锦标赛 是一个赛事 但是在我们看来 又不仅仅是一个赛事 它是一个综合体 它是一个我们从创办之初 就希望去达到和改善的 一种环境和生态 为了让开头无聊的部分 不是那么无聊 我们今天先讲一下 我们自己的名字 很多老辩手 称呼世界华尔边人锦标赛 叫华辩 新辩手 包括在座的 后排做的很多新辩手 应该都是叫市井赛 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 其实我们第一届的时候 就叫世界华尔边人锦标赛 但当时出了个意外 就是当时我们用名字 用了双名 第一届叫 军合辩论邀请赛 即第一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 就因为人脑袋的秀动 造成了物理上的限制 就横幅写不下了 写不下了以后 就想去掉两个字 想来想去把世界两个字去掉了 然后到了第四届的时候 我们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 好像把名字给漏了 又把这两个字给补了回来 所以以后就形成了 我们标志上的一个混乱 现在有变手叫华辩 有变手叫市井赛 有很多老变手也向我们投诉 包括一些之前支持我们的评委 认为我们很浪费 大家这么多年感情的培养 把华辩都给丢了 所以后来我们也是决定 就用双鸣 我们计较适应赛 也叫华辩 都没有问题 包括像我们主页的人物设置 就叫小华辩 非常可爱 是一个小女生的设置 可以跟她多互动一下 下一个问题 为什么辩论 所以刚才讲了 我们不仅仅是一个赛事的 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认为 理念这个东西 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特别在组委会上台宣讲的时候 那我个人认为 我认为理念特别重要 因为理念会传导到 你赛事的所有的举办当中 就比如说刚才 世界辩讲说 它是让变手更荣耀 对吧 那所以它的一系列的东西 都会贯穿在里面 那么我们为什么辩论 那是我们认为 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它会层层传递到 比如说你参赛队 评委 对你有所引导 那实际上 在一个多月前的时候 那我们在 明镇经历的赛事的 结束致辞当中的时候 我也已经讲过 那我们有一些 我们自己的 方向上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平常说辩论 有人说辩论 是为了锻炼口才 那我们觉得 是不是太低了一点 那有人说 是为了世界和平 那是不是太高了一点 对吧 举个例子 你说吃饭 你说人为什么要吃 那你说吃是为了活着 当然没有错了 是不是太低了一点 你说吃是为了世界和平 当然也没有错啊 那是不是太不接地气了一点 那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要吃 是一种生活方式 对不对 那我们为什么要辩论 那在我们看来 它是一种 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 是我们解构世界的一种方式 那为了达到这两点 所以我们提出来 有两点要基于 第一 要基于对世界的认知 第二 要基于对未来的远见 大家可以 参赛队可以把这个记住 这是我们组委会 对赛事的期待 也是对参赛队伍的期待 希望大家听得懂这个意思 就是不要太低 也不要太高 但是中间要有 你可以脚踏实地 仰望星空 但千万不要忘了 把中间的事情做得好 记住两点 对世界的认知 对未来的远见 基于这个呢 那我们认为 你有了对世界的认知 有了对未来的远见以后 那我们为什么要辩论 为什么要辩论呢 那我们就是为了 向世界去传递 我们的价值 那基于这一点呢 我们做了一个 比较新的一个尝试 对我们今年 在江苏赛区的时候 开始了大规模的 在省级赛区和媒体的一个合作 比如说像我们把赛场 搬到了南京地标性建筑的中庭 它的七楼 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大厅 完全敞开式地做辩论 现场的效果非常之好 无论是赞助商金主爸爸 还是说合作的媒体 还是现场的观众的反应 包括变手自身的感觉 都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那这种尝试呢 我们未来会 更加多地去做一个尝试 很有可能在明年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在决赛阶段 也启用 全部敞开式的一个场地 面向城市 去传递你自己的声音 传递你自己的价值 那今天来呢 为了响应这个 邵帅主席的这个 辛辛苦苦办的论坛 给大家带来了五个具体的礼物 第一个礼物是 合而不同六点倡议 目前我们 自己的赛事发展了九年 那实际上辩论在大陆地区呢 已经过了整整有将近三十年吧 兴起又有将近三十年 那但实际上 这些年来我们仍然认为 目前的辩论处在一个 放心为爱一个 仍然是茁壮成长的一个 不够那么成熟的时期 仍然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无论是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 我们时间可能是冲突了 对吧 比如这种时间的协调啊 事物的沟通啊 然后评判的一些问题啊 都面临着诸多的 要解决的地方 那我们提出这六点倡议 就是响应本年度的这个论坛 那一共是六点 基于互相平等彼此尊重的基础 通过互联互通 协作发展的这个举措 最终达成 共享共赢 何而不同的一个愿景 那讲起来比较空啦 这是一个理念性的东西 但是我们认为它非常的重要 因为处理很多事情 它首先要有原则 它首先要有一个 比较美好的一个愿景 然后呢 我们再去进一步铺垫它 对吧 比如说我们基于基础 有举措 最终达到我们的愿景 那希望这个东西呢 能给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 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然后第二个礼物 是我们下完 这个明年 是明年吧 今天最后一天了 对 来不及了 就是社会组 我们要正式地开放 刚才你比如说像这个 陈里面有讲 这个很多变手 你毕业以后 那你再也没有机会 参与很多赛事 那我们觉得 这是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仍然觉得 可能目前的很多设计呢 仍然不足以去满足 变手的一个需求 那所以我们开放了 我们的社会组 社会组的要求 有两点 有两个亮点 第一 就是你毕业以后就可以参赛 其他的没有任何限制 第二 改变了过去的一个 组队方式 过去你在参与高校辩论赛事的时候 是为了母校的情怀与责任 在辩论 下一步 为你工作 或者生活的城市的光荣与梦想而辩论 我们将采用 组建地区队的形式 采用地区俱乐部的模式 来开放社会组 每一个省份 或者说成熟的地区 将指定一名经理人 指定一名教练 然后自行组队 你可以自己拉自己的赞助 你可以自己去谈自己的合作方 然后共同来参赛 那比较类似于 目前的体育类的赛事 我们也在学习 然后第三个礼物 大家看 就是目前的现状 我们认为变手 是特别可怜的一个群体 为什么呢 你看大家都打游戏 你知道吧 你在游戏里面有一个座机 哪怕是一只鸟都能升级 但是变手是没有升级的概念了 那太不公平了 那鸟都能升级 人都能升级 那太可惜了 那所以呢 我们提出了一个 建立华语辩论荣誉体系的一个畅想 我们将根据 参与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的年限 上场获胜的次数 最终的成绩 开展五个星级的评定 一星二星称为变手 三星四星五星称为变士 那具体的一些规则呢 我们会在今天下午稍晚一些时候 发布的 发布在公众号的文章去做一个公示 同时呢 也是一个征求意见稿 大家可以在明年的三月三十一号之前 向我们组委会提交这个 各种建议 那我们会充分地吸纳 那这样一个荣誉体系的设置呢 其实和我们世界华语的想法基本一致的 那也是为了让变手更荣耀嘛 因为你说一个变手 现在大家所有人站在一起 你说建标师兄是变手 可能刚刚踏入辩论圈的也是变手 那就类似于说你一个刚入伍的士兵 他是士兵 一个工作了五十年 战斗了五十年的仍然是士兵 他不是将军一样 这是一个特别让人觉得可惜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建立这样一个 评判的一个机制 希望引导大家更久地留在这个舞台 在这个舞台取得更好的成绩 获得你相应的荣誉 那同时啊 我要强调一下 这一个体系不是封闭的 不是封闭的 各位主办方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和大家携手来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不仅仅希望通过对于参与市井赛的时间和成绩来评判 那我们希望引入其他赛事 邵主席有意愿吗 有是吧 那看镜头可以给一下 是有意愿的 那我们希望是一个敞开式的一个体系 能够把各大重要的赛事都容纳进来的时候 对变手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区分度 那这个区分呢不是为了显示谁好谁不好 而是说让你向着更好的方向走 让你更加有一种归属感和荣耀感 那做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认为变手仍然是非常可怜的 因为还是缺少了很多东西 你像足球有金球金靴 对吧 你这个电视电影 你有金像金雄 对吧 还有奥斯卡之类的所有的奖项 但属于变手的奖项到目前为止 那可能各个赛事有自己的冠军 但是没有一个超越于所谓冠军之上的一个奖项的评定 那所以呢我们设置了 从2019年开始 我们将开启华语辩论年度盛典 那这个盛典和今天这个论坛 注意一下不冲突啊 不冲突 这个论坛主要是做一个沟通协调的事情 那我们这个盛典的主要目的是做均和奖的颁发 对 这个具体的奖项设置也会在今天下午公布 那大概的有的呢就是比如说最佳年度男变手 最佳年度这个女变手 最佳团队 对 那因为我们自己仍然是主办方 所以这个赛事呢我们就不凭这个最佳赛事了 因为觉得不是特别的合适 对所以我们就不凭这个奖 就全部是针对于参赛队的一个奖项 那未来呢也有可能比如说有年度最佳的裁判 之类的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畅想了 这个也接受大家的建议 那希望这样一个奖项的设置呢 也能够给大家带来每年度的一个惊喜 那未来 而且是这样啊 就是我要强调一下 这个奖项 我们希望未来成熟以后 它不属于均和 也不属于市场赛 那如果有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机构 可以去做这个事情的话 我们非常愿意把这个盛典直接给移交出去 这样子确保一个奖项相对的一个公平性 那提到这个呢 其实有一个彩蛋 就提到独立第三方机构 这是一个 打不开什么 这是一个2016年9月9日 我们签署的一个倡议 那在座的很多主办方 和一些知名的辩手 其实应该有印象 2016年的8月底9月初 我是和大家非常认真严肃地 沟通过这件事情的 我看了一下啊 对 基本上都沟通过 基本上都沟通过 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那把这个事情给搁置了下来 那但是前两天 我翻到这个照片的时候 突然一看 觉得好像 两年前的这篇文章 仍然没有过时 我们迄今为止 仍然是缺少一个 更好的一个平台 那能够去 让大家坐在一起 聊聊天 沟通事情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 比如沟通时间啊 处理纷争啊 更好的去扶植一些 不是那么发达 辩论不是那么发达的一些地区 对吧 那我们认为呢 有必要去倡议成立一个 华语辩论联合会 那我要重点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联合会 我们只是倡议 只是倡议 这个联合会 一定是属于 所有的主办方 所有的参赛的高校 所有的评委 乃至于一些重要的 或者说是 是相对有一些数量的辩论爱好者 或者说是 甚至是观众都有可能 这个组织 如果大家认为 最终能够做起来 那一定不受某一个个人 某一个组委会 某一个参赛队伍的左右 它一定是一个大家平等的 坐在一起 沟通交流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昨天也征求了部分 今天到场嘉宾的意见 那也取得了一个比较良好的支持 那初步来讲的 我们是确定要做这件事 那欢迎大家 响应我们的倡议 把这件事情给做起来 这个平台呢 特别简单 没有太复杂 那更多的呢 就是一个沟通交流的一个机制 因为我们觉得目前 这个领域还是比较缺乏 成熟的沟通机制的 就以我们主办方为例吧 按理来说 主办方都是最成熟的机构了 在这个领域里面 但是我们所有的主办方之间 都还缺乏比较顺畅的 直接的沟通的渠道 对吧 特别是那点对点的沟通可能有了 但是点对面的 或者面对面的沟通是没有的 那我们希望这样一个组织的建立呢 能够去更好地维护大家的权益 更好地去沟通问题 那如果有什么纷争矛盾的时候呢 也能够更好地进行处理 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响应 这是一个彩蛋 然后最后一点 那我们带来了我们自己的 最后一个礼物 就是我们的办赛指引 我们总结了过去九年来 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 举办的经验 和我们所有的文件 形成了一个最终的一个文档 叫辩论赛事举办指引 1.0版 今天下午发布的时候 会负载我们的公众号展 欢迎大家下载 那这样一个文件呢 就是里面非常全面地 梳理了办赛的流程 那我们希望 对同时我们配备了 非常专业的团队 我们配上了 市井赛的执行主席 配上了我们目前军国思辩社 在校的社长 副社长 整个的一个完整的团队 针对这样一个办赛指引 做出延伸性的解释和帮助 那在任何一个地区 任何一所学校 任何一个个人 如果你有意愿去办赛 你想办赛 那你可以去好好看一下 我们这个文件 几乎是全部覆盖了 办赛的各项流程 那你按照这个流程来 那基本上就可以办出一个 自吹一下还不错的一个赛事吧 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到时候联系 我们这个微信上 公布的这个联系人 对同时我们在这个里面 不仅仅是放置了这个 这个叫 对不仅仅是流程方面的东西 那比如说我们的题库 我们的这个 对就有些东西不方便公布啊 比如说这个 你需要去联系高校对吧 那我不能把各个高校的联系方式 也放在这个文档里面 但是你在你联系 我们的这个指导团队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相应的提供 这方面的帮助 那包括我们的题库 是全场开始的 我们今年在江苏赛区 大概有创新性的遍题 就有二几个之类的 我们每年都出大量的新遍题 那我们场开始供大家使用 那如果需要有更详细的提解释 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 都没有问题 和大家非常充分地去分享 我们自己的资源 无论是来自媒体的 政府的 还是说这个流程上面的 还是我们自己人力资源上面的 都没有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来帮助大家去用 只要你有这方面的梦想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特别简单 就是让梦想照亮世界 最后一点时间呢 我还想回到最初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辩论 说辩论是为了世界和平 好像很高 为什么说它很高 是因为如果你在台上 只是一个辩手 那它确实就很高 但是是不是只有辩手在辩论呢 那我们认为不是的 是人类在辩论 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上 有非常之多重要的辩论 对吧 比如说两千多年前的时候 俊宪制与分封制的辩论 奠定了中国之后两千多年的 政治治理的基本架构 比如说上个世纪 黑人是否平权的辩论 带来了当今世界 人人平等 这么一个最起码的社会的 工序良俗的基础 比如说NASA和修女的辩论 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去探索宇宙 正是辩论让我们人类 一步一步向前进 那如果说 就是我们一直说辩论 是一个相对小众的一个活动 但是如果说站在台上的 不仅仅是一个辩手的身份 而是承载着人类的理性与 智慧的荣光的一个代表 那我们相信这个舞台 不但不是小众的 且是无边无际的辽阔 且有不灭的生机 那最后和大家 分享一点个人的感受 那我常常想起一个这个场景 本来没有这个感想 今天早上做梦醒过来的时候 还梦到这个场景 九年前的时候 2009年的3月5日 是我们均和成立的日子 那个时候我和夏局坐在台下 那个时候还小 20岁刚出头 看着我的学长在台上 至开设词 在开设词的结尾 他说我们的时代到 当时特别懵懂 但是又很莫名的兴奋 一眨眼过了这么多年 再回头看 发现时代真是越来越好 那个时候我们刚举办赛事 少帅肯定很有印象 我们最早开始举办赛事的时候 哪有今天这种规模 说能够这么多高校坐在一起 那个时候连联系方式都没有 连微信也是刚刚出来 根本就不发达 那一步一步走过来 走到今天这个时代 那我们认为每一秒 可能都是一个最好时代的开始 那均和人 市井赛的组委会 非常的有诚意 希望和大家去共同建立一个 开放共享的一个环境与生态 与大家 与大家共建共享 一个属于我们的 属于我们所有人 属于我们 无论是组委会还是变手还是观众还是评委 属于我们所有人的一个美好新时代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王磊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但是 他还是弄错了一件事情 我们论坛也是有颁奖的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我们之前有发布一个年度人气赛事 不 不关乎赛事的整体质量和综合的评价 仅仅是人气 人气赛事由大家一人一票投出来的奖项 而这个奖项将会在 今天晚上的跨年晚会的时候 为大家揭晓 所以为什么要说这段话呢 其实重点不是颁奖 重点是大家如果想知道冠军得主是谁 想要提前了解的话 欢迎关注超级变手公众号 在经历了连续四个公众号的发布之后 你们会发现 其实对辩论圈贡献最大的 是一家叫做腾讯的企业 OK 好 那无论如何一直以来 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 为辩论圈做出的贡献 包括他们那句让人非常感动的口号 也就是哪里有均核哪里就没有别人的荒漠 也是相信再度的各位变手都印象由深 那这么多年以来 他们也一直在以自己的努力 努力地去追求自己心目中更好的辩论 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感激 那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第四位赛事发布者 在此之前我要提醒一下之后的各位赛事活动的主办方 稍微注意一下你们手中的时间 好吗 因为你们说话的时间决定了我们这些 非常善良的没有吃早餐来看你们的同学们 中午能什么时候吃到午餐 所以刚才王磊学长在提到说 我还有最后一点时间的时候 我心中是非常崩溃的 我想说你已经没有时间了 但是我不会打断你们 至少不会用这么俗的方式打断你们 所以希望之后的各位发布方能稍微注意一下时间 但是如果是出于你们宣讲完整的需求 我们一定会尽力地去理解 OK 好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四位赛事发布方 国际华语编的邀请赛 资委会主席少帅先生有请 刚才王磊师兄 这是我师兄比我要年长 在辩论上还是办赛上都是我的前辈 他讲到说明年我们在滑边市井赛的规划当中 我们会有比如说像设置变手个人的荣誉体系 然后会需要要做奖项 包括我们要提一个中立的一个平台 希望之后可以来做一个华为变谈整合的一个倡议 那王磊师兄有讲到说 那做这个事情其实最好呢 不要是主办方 也不要是某个特别的一个辩论的一个单位 因为这样会有部分有利益上的一些纠缠 因为你就会选边站 然后会有一些倾向性的一些动作 不太有利于大家中立地进行这个活动 那选一个特别中立的 不会站边的单位 那是谁呢 超级变手 因为这个单位 它不会站任何一家主办方或评审 或者是队伍的边 它只会站前的边 所以它是绝对的中立 开个玩笑 那为什么要特别cue超级变手在这边呢 就是也要说明一下超级变手和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主办方和我本人的这个关系 其实我的第一个标题 如果要是自己上着班 然后用业余的时间来办这么一个比赛的话 肯定没有办法把这个比赛办得尽善尽美 莫说每一届都有不同的这个不停的这个变化能让比赛变得更好 单纯只是坚持下去 我相信在座应该有一些已经毕业工作的变手 你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办赛不盈利 几乎没有 除了超级变手以外 几乎没有 哪个单位办比赛能盈利 那所以如果办比赛不盈利 包括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本身也是非盈利的项目 每年要投几个月的时间去举行这个比赛 如果你工作了 如果你成家了 你能做吗 你能做一届 你能做到几届呢 这是个巨大的问题困扰着我们 所以为什么成立这家公司 其实最早的想法很简单 就为了能让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办比赛 因为一旦我们自己的工作就是辩论 那我们就可以非常大方的去办比赛 不用受到家人的这个指责 受到身边朋友的嘲笑 说岁数一大把了 不好好工作 然后还天天去打辩论 干什么东西 那所以我们才做了超级变手这家公司 回到我们国际华为辩论邀请赛的这个板块 讲一下为什么要办赛 最早在办赛实际上是在2011年 我们举办了第一届的两岸四地辩论邀请赛 这个比赛是在广东珠海 是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为什么要办赛的理由 我相信其实和我们很多主办方之前 刚开始要办赛的理由会有一点像 就是没比赛的 所以要办赛 因为在珠海其实不是一个大地方 也没有很成熟的比赛的机制 那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这所学校 也不是一个一流的学府 也没有非常有优厚底蕴的辩论队 没有受到外赛邀请的机会 想打比赛怎么办 自己办 就是这样 所以刚开始我们就办了一个 可以讲是区域范围内的一个比赛 叫两岸四地辩论邀请赛 那我印象非常深 这个比赛是学校的食堂赞助 一届比赛给掏了大概一万块钱 我们请了非常多的队 包括邀请评审 然后要投入比赛的活动 光租场就去掉了很多钱 那就是那个时候是在2011年的时候 我们办了第一届 2012年的时候办了第二届 这个两岸四地辩论邀请赛 这都是我们现在看到新国变的这个前身 那个时候就是在北施大 珠海分校办的这个比赛 第二个就是 为什么你两岸四地辩论邀请赛 就是咱们所谓的区域的这个比赛 办得好好的 就突然要想要办一个国际赛 这个其实是我们坐在嘉宾席的 胡家苗老师 帮我们推波助澜 告诉我们怎么来办这样的一个国际赛 我印象非常深就是在2012年年末的时候 胡家苗老师 就那个时候已经办完第二届 两岸四地辩论邀请赛 要进到2013年了 胡家苗老师又找我讲 就说你们现在自己学校再办一个比赛 已经满足了你们第一步的这个愿望 就是你们自己学校是有比赛可以打 以前不是没有比赛邀请你们 你们现在有一个比赛自己办的 那你给主办方保留一个名额 你自己可以打 那你有想象过把这个比赛做更大吗 把他推到更高级的平台 邀请更强的队伍 更顶尖的评审 把这个做起来 那其实是应了 建表老师的这个鼓励 那组委会的这些同仁们才决定说 那我们要不尝试一下一起来做这个比赛 这才有了2013年的第一届 国际华语变论邀请赛 第三个问题 这就比较吊诡 大家有没有知道为什么叫新国变 应该都不太清楚 坦白讲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跟老国变没有半毛钱关系 没有半毛钱关系 2013年只是刚好卡在了一个什么时间呢 就是2013年的那一年 央视的老国变 20年之间承载了无数辩论人 对于华语变谈最顶尖舞台的想象的这个舞台 这个比赛 央视跟新传媒宣布无限期停办 那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2013年的刚好是国际华语变论邀请赛 在中国广东的珠海的这个小城市里面举办的第一年 那他办比赛其实跟隶属关系上 没有跟之前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因为我们邀请到的评审 包括这个比赛的调形 因为它不是一个普选的一个机制 它是一个定向邀请的机制 它更强调就是在有限的邀请名额里面 能请到最强的这个队伍 每年办一次的这个形式 那可能给大家感觉就是说 这个好像和老国变挺像的 那是不是老国变后面央视那边不办 转到民间了呢 其实没关系 那就是只是单纯的一个比赛 那大家可能每月说这个比赛叫新国变 那我们完全不敢自比说 国际华语变论邀请赛 现在的影响力和它的规模 能媲美老国变哪怕一点点 我不知道在座现在的变手 还有没有就是收看老国变那个时候视频的习惯 那我是09年入学的 对我来讲 我辩论的启蒙全都是老国变给我的 那个时候视频中 大家精彩的那些发言 那些桥段 那些攻防 都是我觉得对我来讲 塑造了我对辩论的所有印象和所有想象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很神圣的一个舞台 那如果大家每遇国际华语变论邀请赛叫新国变的话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努力办赛来对得起这个名字 其实我们有时候一度在想 就是这个名字是不是不太好 因为大家会叫简称嘛 对一个比赛 因为你的名字太长 没人记得住 也没人懒得去把它全部念完 那如果不叫新国变的这个简称 那我们家的这个比赛应该叫什么简称呢 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国变不行 肯定不行 这太僭越了 国变邀 国邀 国邀赛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有一个邀请这个字在上面 所以怎么读都觉得变 所以后来呢 同事面这个宽慰我说 那既然大家愿意美育 那我们就努力办赛吧 争取能够承担得起新国变的这个称号 那以下呢也都用这个简称 但是这段缘起要告诉大家 就是也不要让大家产生误会 是主办方一定要去抢原来老国变的名声 完全没有 我们只希望通过自己好好的办比赛 来把这个比赛打造成一个顶尖的舞台 仅此而已 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现在有只有一个核心 我因为时间有限 我尽快地跟大家说明 在大家的与会者手册里面呢 我们已经把详细的 这个赛事里面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元素 包括创设的一些年份都放上去了 那各位可能是不同年龄段 来自五湖四海 不同辩论队的辩手 可能里面有一些关键词 比如说三轮投票制 哲理辩论 自由时间分配制度 无论是涉及竞技辩论 方方面面的一些关键词 可能你们有印象 可能没印象 那大家都可以到新国辩的微信和微博的平台上面 去了解相关的资讯 那给大家 在与会者手册里面印刷的国际华语辩论 警赛的介绍 已经比较详细地概括了 从2013年一直到今年2018年 我们这六届新国辩所做出的所有的创建或者是改进 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改进来实现 辩论竞技专业化的这个方向 也有很多的同仁问我说 你辩论竞技专业化又一个口号 那我们刚才已经有两个口号 你又来一个口号 之后可能还有口号 这口号到底是啥 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到满具象 就两个部分 一个竞技一个专业化 什么是专业化 你在学校办的校运会 比较起全市的市运会 就不是专业的 市比校更专业 澳组委办的奥运会 就一定比你市办的那个市运会更专业 这个专业很简单 方方面面你要做一个赛事 做一个活动 就要对得起更加专业的这个旗号 所以你就要把它推向更专业 那第二个部分 专业有很多方向 那我们可以专业专精在娱乐 综艺 这个传播 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或者教学 我们的这个专业是停留在竞技的专业上 所以我们非常看重我们能不能在赛制 活动的设置 评审的安排 队伍的邀请 在这些面上上 能开拓出更多的创建 这个是我们更重视 所以我们这个赛事的核心非常简单 就一句话 就是在推广辩论的竞技专业化 我们希望能在这个方向上 最起码可以做到业内 大家都能任何的首屈一指的赛事之一 那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赛事的核心 想要实现的目标就实现了 那至于怎么检验这个目标 其实也蛮简单 大家回去看视频就好 你能看到有越来越多 更强的队伍 更优秀的点评 更好的精彩的发挥 更精美的制作在上面 每一个参加过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的队伍 回来了以后和你周边的小伙伴 身边的辩论同好 再去分享这个赛事的时候 能认可这个赛事在竞技专业化上 是有独到之处的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想实现的东西 那这个里面呢 其实有三个部分 能呈现出赛事竞技专业化 分别是我们树立的各种各样的赛制活动 我们在参赛邀请上做出的努力 还有赛事传播上做出的努力 这三个呢不展开来讲 不浪费大家时间 我们每个只说一个小的东西 赛制活动上 哲理辩论怎么来的 建表老师跟我们组委会在一起商量 说我们现在就发梦 啥是发梦呢 就是大家坐在一起 闭上眼睛 想 假设你想象当中的一场辩论赛里面 能有什么样的有趣的东西 好玩的东西 或者是有创建的东西 能做出来 大家闭着眼睛就想 想完了以后呢 一起开脑报会再聊 这是建表老师最喜欢的一种 类似冥想式的一种活动 虽然我一直在想 这个意义很大嘛 就是其实大家也可以书面的 来做这个活动 但是一定他坚持 大家要聚在一起 像一个圆桌式的神秘组织 大家在这边来发这个梦 来讨论出来辩论的想法 这里辩论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做出来 包括它的定位是怎样 赛制怎么设计 遍体什么样的 我们要请谁才能打这个比赛 以及我们在传播上要留意哪些问题 每一个细节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一点一点都琢磨出来 不敢说国际华语辩论 我们要请现在在这六年里面做了非常多的创建 但是我相信有那么几项活动 是我们拿得出手 可以在华语变谈的历史上能留下一笔 大家可以去看我们优酷的播单 上面在主题活动的板块 我们有特别的设置 至于比如说像赛制 正赛的赛制的部分 我们引荐了非常多不同的元素 像CDA采用了他们的自由时间分配体系 那我们像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方面 学习了三轮投票制 并加以改善 你用到了大陆这边来做推广 我们都会在一直地做挑战和创新 在参赛的邀请上面 其实这可能是各位的一个关注的点 新国变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在年底的总决赛的 每年是在11月的第三周 11月的中下旬 举办总决赛阶段的比赛 一共会有24支队伍参加 我们邀请只有一个原则 我们就是邀请在当年度 华语变谈最强的24支队伍 来打新国变的总决赛阶段 但确实这个里面也一直在改进 因为所谓最强是非常难确认的一件事情 那面向太多了 考量太多了 我们只能努力地去形塑我们心中的想象 然后去构建一些机制和一些架构 想办法通过筛选也好 邀请也好 提交资料复查审议也好 去尽量推进这个方向 因为新国变的这个办赛的方式 和刚才前面的两位同仁 举办的赛事会有不同 就是这是一个邀请制的一个比赛 它是一个相较而言 比赛涉及面更窄一点的比赛 所以我们希望能把刀磨得更锐 然后在这个短短的一个星期时间内 呈现最精彩的比赛 那想要达到这样 我们就只能邀请最顶尖的队伍 和最顶尖的评审来参加这个圣误会 那这个是在邀请上我们的定位 最后就是赛事传播 那我们也意识到 其实跟前面两位同仁讲的也不谋而合 就是辩论不能只停留在在座的各位和我们 如果辩论走到最后只是变手自己在玩 在自嗨的话 可能会出问题 那对我自己而言 个人的体会最深的就是 那闭了业怎么办 那我知道大多数的与会的这个同学们 应该还没有毕业 你们毕业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如果你还喜欢辩论的话 你闭了业怎么办 你没有办法就是合理的 向你身边人解释 为什么我还要花时间 花精力去参与这项活动 在这项活动 没有成为一项被社会的大众认可的 受人尊敬的活动之前 不行 你去参加就会受到非常多的阻力 无论是金钱上 时间上 态度上的都会很困难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把辩论的声音发出去 那我们作为一个竞技专业的一个赛事 我们就要想办法 把竞技专业的这个方向推出去 所以像今年呢 我们特别设计了解说的环节 在国际华语辩论要请赛 在11月份第六届的时候 也是希望邀请解说员来解读这个比赛 让一些比如说没有竞技辩论经验的一些 喜欢思辩的这些同学 看到这个比赛 或者是不小心在斗鱼翻直播 看这些游戏直播的时候 一下刷到了这个页面 不小心点进来 他可以多住足一会儿 看到解说了以后 可以帮他翻译翻译 刚才厂商的东西 他可能没有太听懂是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有个人可以来帮他去 做进一步的一个调整 这些都是我们在做出的一些努力 无论如何 把这个竞技辩论 可以在竞技专业化这个领域 往前迈更多步的这个方向 可以传播出去 下面是2019年 我们要做的计划 我们的计划就比较少 这个也是事实 因为我们邀请赛制 第一个其实就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叫资格赛的扩容 资格赛的扩容是这样扩的 一个是去年我们设计的银卡赛区 这个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因为会涉及到各位队伍 就是因为新国变一年 只能邀请24个队伍 我们没有办法通过 普查的方式了解 华语变谈真正最强的24支队伍是谁 所以我们只能借由其他的形式来 进行一定程度的筛选 和前阶段的一个评估 银卡赛区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会和其他的区域的赛事 进行在大陆范围内 区域的赛事进行合作 比如说A区域的一个赛事 和我们进行了合作的关系之后 我们会给A区域赛事的冠军和亚军 颁发两张银卡赛区的入场券 银卡赛区指的就是 在全国范围内各个地区的区域赛市 与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达成一种合作的关系 我们会在每年的年中 大概是在暑假的前后 我们会举办这个银卡的比赛 就是2019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的资格赛 这个比赛我们是会举办一个实体的比赛 也有朋友们戏称叫小新国变 我们会在年中的时候 把大家选拔上来的这24支 想要去抢年底新国变 总决赛阶段门票的24支队伍 重新举办一个小的新国变 举办的原班人马 还是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的筹尾 我们自己来办这样的一个比赛 包括评审的邀请主题活动的设置 全都是我们自己来做 这个银卡赛在2019年还会接着往下做 如果大家比如说 你所在区域有一些比赛 比如说省赛 试赛 你觉得有可能可以成为 和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合作的单位的话 可以把相关的意向通过邮件的形式 发到我个人的邮箱里 或者发到我们官方的邮箱里 官方的邮箱在我们微博上可以直接查得到 我个人的邮箱就在大家 预会者手册上面有写 大家可以两个邮箱都发了 方便我们尽快地了解到 话语辩论谈各个地方不同队伍和比赛的信息 第二个就是黑卡赛区 因为我们去年做的资格赛的 在大陆这边的选拔收到的反响还是蛮不错的 但是我们去年是完全没有开港澳台及海外地区的选拔 所以在2019年的暑假期间 我们会举办第一届的黑卡赛区的一个比赛 同样跟刚才一样 也是我们会自己拉原班的筹尾的班底 来做这样的一个比赛 那当然可能海外的赛区 我们现在也在和组委会的其他同事们在沟通 到底是用和银卡赛区一样的形式 和海外的一些联赛或者区域的赛事进行合作 来授发这样的门票 还是说直接做定向邀请 因为海外可能联赛的部分相较大陆而言会少一些 比如说我们知道大陆不同的省份市 都有很多的省菜市菜 每年都不止一个甚至有好几个 有很多可筛选的空间 但可能海外会困难一些 那这个具体的议程也会在元旦之后 我们争取在春节之前 会把详细的银卡赛区以及黑卡赛区的申请的方式 以及大家参与的方式会详细的公式出来 最后的这一个19年的计划 就是我们会在19年举办新国变第一届的中学组 这个观察是来源于我们发现 其实在华语变谈上除了它就恶味 因为我们应该几乎到场的全部都是高校级以上的变手 其实在高中级初中阶段 华语辩论的萌芽已经早就开始蓬勃的发展 我们了解到有非常多大型的成熟的赛事 其实也是在举办华语辩论中学组的赛事 那作为一个推广 你还有三句话的时间 OK 我们会尽全力地去推这个赛事 这个赛事就在这个月的月底 然后大家可以在直播的时候收看我们这个赛事 那最后呢欢迎关注我们 尤其是可以到B站和优酷上去看我们的比赛 比赛会最直观地呈现我们整个比赛的这个调性 视频会说明一切 希望大家可以去上面多留言 多给我们提批评的意见 那新国变今年办到第六届 对 今年办到第六届 因为现在还是2018年 我个人有个小计划 怎么着先办十届再说 十届之前这个比赛到底长成什么样 是功是过 是好是坏 我自己也不敢评价 不敢赋予这个赛事太多的意义 先办完十年再说 谢谢各位 主持人没有微信了是吧 刚说完不要超市 还好你是超级变手的 所以呢 我在此向大家愉快地宣布 刚才少帅先生超出的那些时间 会如数扣在一会儿要进行宣讲的 超级变手的石洪宇先生的环节 所以祝两位同事相亲相爱 相处愉快 其实说真的 刚才在底下听我的同事也是好朋友 少帅在讲新国变的很多的想法 往事 创意的时候 我是有一点困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同的感受 为什么会困呢 因为在座各位大多数 可能是变手 你们可能很少 我相信大多数人很少 会有真的去办一场比赛的经历 主办活动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是琐碎而无聊的 我们要压抑住自己在台上 挥斥方球的喜好和冲动 让自己保持克制低调 严谨 务实 没有激情地发挥 我做节变 我可以完全根据场上的对手 我只要赢他就好 可是我做主办方 我什么时候该说什么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是一切都定好的 作为一个辩论人 我更希望自己的身份是变手 可是如果没有这些 愿意把这些容易让人犯困的 琐碎的 像午后的阳光和威风 这样容易被人忽略的事情 给做好的话 我们不会有这样光彩夺目的舞台 所以新国变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赛事 所以他也一直追求的目标 是辩论竞技的专业化 也一直走在这条道路上 好 那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第五位宣讲嘉宾 来自法辩国际大学生 华语辩论公开赛的 筹委会代表 刘靖柯先生 大家欢迎 我先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 2013级的变手 然后现在就读于新南威尔士大学 为什么是由我来做宣讲呢 因为萧磊师兄不在了 然后就临时把我拉过来 他说你上台只用说一句话 2019年没有法辩 然后就可以下来了 但我在想 前面的各位大型的比赛 都说了那么多 那我也简单说两句 我说我总不可能上来宣传自己的比赛 宣传华夏杯嘛 对吧 那我就还是说两句法辩 我是法辩第一届的筹委 然后是作为具体的一些赛事邀请的这种负责人 然后我是第二届法辩的参与者 代表新南威尔士大学去打了法辩 所以法辩对于我而言 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意义 那么法辩它是怎么来的呢 是因为我们在参加辩论赛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有些辩论赛 大家在探讨一些问题的时候 大家在选择辩题的时候 大家在选择判准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跟我们平时打的辩论 不太一致的地方 因为我们中国政法大学 处在北京的仓品 那是个什么地方呢 就是前段时间有一篇文章叫做 北京五环外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我们学校处在北京六环外 二十公里的地方 所以北京市的很多比赛 中国政法大学是没有办法参加的 因为我们要承担三个小时以上的路程 所以我们准备自己办一个比赛 然后再来打 然后我们第一届筹委把这个比赛办了以后 然后团委给我们的一个说法是 中国政法大学不参赛 要为了保证这个比赛的公平性 所以这是法编的第一个特色 就是主办方不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第二个特色 就是关于评委的这种人选上 我们采取的是三个三分之一的评委的组成模式 第一个组成模式是专业的变手 就由三分之一的评委是来自于我们出名的 成名的这种大升级的变手 这是一个部分的评委组成 那第二个部分的评委组成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 很多是有法学背景的教授 有些是有社会学背景的教授 有些是有人文其他专业的这种背景的教授 这是第二个部分的评委组成部分 叫做专业才 然后还有第三个部分的组成部分 我们称之为社会才 一般而言就是金主爸爸 比如说赞助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赞助的企业的高管 由这一部分人来组成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三部分的评委组成模式呢 是因为我们觉得辩论这件事情 不仅仅应该是一个我们辩论人 自己关在屋子里面 自己打的一件事情 还应该把它推向社会 不仅应该把它推向社会 我们还应该有一定的高度 我们还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我们还应该更对得起 我们是一种象牙塔里面组织的活动 所以我们会选择专业才和社会才 这是第二个法编的特色 就是我们有三部分的评委的组成模式 然后第三个特色 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2019没有法编 因为法编是采取两年一半的这种模式 所以2018年办了以后 下一届法编就在2020年 所以我也就不再用大家更多的时间了 法编这个赛事的一些具体的模式 可以参看萧蕾师兄写的那两篇文章 然后他所选择的一些编题 也欢迎大家关注法大学术的公众号 可以去了解 最后我就只想再讲一讲法编的意义 这个法编的意义对于我而言 就是我大学四年 一直在讲的四句开场白 我们华语辩论在中国大陆地区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实际运用 我们没有办法打得像 美国最高院的大法官一样 我们没有办法像议会辩论一样 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承载更多的意义 可是我们作为辩论人 我们希望华语辩论能够承担更多的意义 所以我们讲红中华国制 才卫持中国 然后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成长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 我们成长于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自己身边的小确信 关注情感问题 可是政治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 法律问题也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 所以我们说大学生应该通正经法义 才能卫持正法 最后一个问题 是我们作为在大学里面学习的学生 我们是这个社会的精英 我们是象牙塔里面的一员 我们应该去思考更加深刻的一些哲理 应该去思考更加深刻的一些道理 然后把它传播出去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问题 叫求大到学术才卫持大学 最后的一个问题 就是到了中国政法大学 辩论队总喜欢干的一件事情 就是价值弘扬 我们说我们只有在体会到了法律的精神 只有在体会到一个一个具体的案例 这又到走入了更加深刻的这种思辨的舞台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把法治天下这一句话 不再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把它变成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说张法治情怀极为你我 所以四句话 这就是中国政法大学向各位辩论人发出的一个邀约 也是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 希望大家能够在2020年的时候参加法辩 好 谢谢 非常感谢刘金科新人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那基本上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 在第一次看到法辩的遍体的时候 也感觉到了非常的惊艳 非常的有趣 这样一项独树一帜的赛制 这样一项两年一半的期待 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在打别人的时候 会放在心底的期望 也希望法辩能够越办越好 那接下来有请今天的第六位赛事发布方 也就是华语变谈老友赛作委会主席 李维中先生进行分享 有请 好 大家上午好 昨天非常遗憾没能出席这个开幕的仪式 因为飞机晚点了 要跟大家道个歉 那今天早上由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老友赛以前做过的一些事情 以及未来的一些计划 那老友赛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关注过 或者说看过我们比赛的视频 相对其他前面的几个赛事来讲 老友赛是一个小赛事 也是一个新赛事 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 才举办第一届的老友赛 但是跟之前几个赛事 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你看前面几位主席上来讲的时候 都是说在座的各位怎么参加我们的比赛 我们的比赛 不是给在座的后面的同学们参加的 我们是给第一排的 这些赛事主办方跟评委们参加的一个比赛 很多我们当时之所以想要办这样一个比赛的原因 就是我们觉得 华语变谈在那个年代 可能缺少一个 让毕业了的变手 让成名了的变手 让这些非常有竞技实力的变手 重登舞台 重新给大家带来精彩辩论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就想能不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 为华语辩论弥补上这一块的空白 那我们为什么一开始把这个视角就指定在老友 这么一个群体当中呢 因为我们觉得辩论这场活动 说白了跟其他的竞技赛事很像 就你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跟积累 你才会慢慢摸索到其中的一些竞技上的乐趣 或者说是带来一些不同的视角 但是相对于其他的活动来讲 我们辩论这项活动可能对于很多人而言 到了大学才开始慢慢地接触 所以很可能到了快要毕业 或者已经毕业的时候 才开始原来发现 原来辩论可能是这么大的 或者原来我可以变成这样厉害的变手 那反而没有机会了 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我们在当时提出的口号叫做 因为我们认为 有些话只有经历岁月才能掷地有声 所以我们把这个舞台开放给 真正的在华语辩论 沉浸了很多年的毕业的变手 让他们重新返回来 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赛事 那这是我们办赛的一个初衷 可是真正了解我们赛事的朋友们 就会发现 我们老友赛这个赛事 从第一届到第三届 除了这个名字没换过之外 可能我们什么都在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觉得很 如果只是把这帮老朋友请回来 仅仅是打表演赛这么简单的话 难免可惜了这样的阵容 因为他们可能意味着是 华语辩论最有实力的一帮人 他们在这里完全可以 为我们去探索 去挖掘辩论深的度下 可以去试图寻找一下 辩论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新的玩法 新的尝试 做一些辩论活动的实验先锋者 所以我们老友赛的另一个定位 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 华语辩论的一个实验先锋 我们在华语辩论竞技的舞台上 不断地去尝试新的玩法 看看有没有可能把辩论变得更加的有趣 变得更加的贴近大众 探讨不同的话题 能不能用严格的赛制 这些复杂的辩题 逼迫这帮老朋友们 打出更加精彩的比赛 那我们总共做了哪些尝试呢 我们在第一届的时候 我们在评审的制度上 设立了这个评委转盘的制度 然后同时我们在变题的设计当中 设计了题解 这是我们第一次采用题解这样的形式 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 题解这种新的出题方式 逐渐被各大赛事所承认并且采纳 同时我们也为了能够让观众们 更加了解辩论或者辩论的乐趣 我们尝试用真人秀的拍摄方法 那这也导致了另一个副产品 就是我们手上有很多在座 各位老朋友的黑料 那我们这样一个难得的场合 我觉得我们可以放一小段 来大家来娱乐一下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第一届赛事的拍摄的 真人秀片的一个小片段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了解一下 能有一些声音吗 我都是社区评选全民投票的 正好的这个概念是一个要被他认可的概念 本身就是一个系统评价 所以我们要找那些人是怎么评价出来的 对啊 就比如什么什么儿媳妇照顾酒病的公公婆 或这种都是都能被评为全民投票的 你要照顾三十年才能被评价 要表现我们艰难的等位 要表现我们艰难的等位 他相信这种好可以给世界带来改变 他这个好服务 他相信道德 他就你感觉他在追求道德的原因 就是他相信道德可以让这个世界回归秩序 好 差不多了 这个其他的有趣的真秀的片段 也在我们B站上能够 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看到 然后当然其中还有很多 我们没有剪辑出来的 可以后续作为花絮慢慢再往外放 那这是我们第一届的尝试 做一个真秀 使得让大家在看辩论的时候 看到一些更加不同的 辩手不同的侧面 那比如他们怎么准备比赛啊 私下讨论是什么样子的呀 这些镜头我们会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我们第一届的尝试 第二届呢 我们这个尝试使用了这个大众评审的模式 那具体是怎么玩的呢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 能不能够让这个一方面 把我们的评委从评委席上解放出来 另一方面能不能让参赛队伍 对于自己比赛有更多的自主的权利 所以我们在第二届设置了半选评委的机制 比如我们在赛前会招募一大批的大众评审 让他们提供他们的资料 以及自己的内心的这个新政的倾向 然后把这资料交给比赛的双方 双方呢都可以依据自己的准备 以及自己的风格 去选择自己的评委 也可以绊掉对方的评委 那最终形成的这样一个评审的机制 这是我们第二届的尝试 第三届呢 我们把这个面手控制比赛的这个权利 放得更大了 我们做了些哪些事情呢 我们第一次在辩论场上实现了主客场的分工 然后让主场的队伍能够选择自己的变体 选择自己的赛制 然后允许真正的让观众进场来投票 决出到底谁能够给观众留下更加深刻的影响 我们做这些尝试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探索出对于老友赛来说 哪个赛制是最合理的 我们反倒认为每一个有趣的赛制背后都代表不同的这种倾向 以及不同实验的结果 那一场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去换一个下一个方向 我们继续去尝试 能够为其他的赛事带来一些借鉴的价值 那说了这么多也就意味着 这个 有成功也会有失败吗 我们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有成功的时候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个尤其提到我们胡建彪先生带领的这个马来亚大学 在第二届老友赛的时候 终于挖掘出了老友赛赛制的一个巨大的bug 他们当时选择的 因为我们当时的赛制是怎么玩的呢 是说双方固定时间 你自由分配 你可以选择三分钟陈词 你也可以选择两分钟这个质询 都可以由双方来这个交替发言即可 结果马来亚大学就发现 我们可以玩一个特别有趣的办法 叫做一分钟陈词 你给我18分钟 我就先讲一分钟 然后你讲三分钟 我再讲一分钟 你再讲三分钟 我再讲一分钟 过一会儿你没时间了 我就可以形成我们马来亚 这个变手的独特的风格 这个在短打快攻方面 拖垮了非常多的这个队伍 以至于在第二届结束之后 在晚宴上不少的队伍专程跑过来跟我握手 这个一边感谢了老友赛 提供了一个舞台让他们重新登场 第二个就要讲 你们这个赛制是不是该调整调整 当然我们会觉得成功的实验跟失败的实验 都有同样的价值 所以我们在第四届老友赛的时候 我们还想玩新的东西 那我们今年呢 就会有一个大动作 大家想老友赛还能再玩什么地方 赛制已经变了这么多次了 遍体也换了很多次了 评审方式也是一年一换 那么你们今年难道能从邀请队伍的方向上 做一些调整吗 对的 我们今天就想在邀请队伍的这件事情上 做出大的变革跟调整 具体怎么讲呢 我们今天想推行一个叫做注册登记制的玩法 以往在老友赛邀请的时候 我们总面临的一个困境 就是真正的老朋友 我们应当以什么名目邀请他们来参赛 在15年的时候 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 叫做请校友 因为在那个年代 变手毕业之后 就意味着退役了 其实很少有老变手回归舞台的这个机会 但是有赖各位主办 赛事主办方这些年来的努力 老变手有了越来越多重新登台的机会 他们也有了越来越多新的身份 能够投身在辩论这项活动当中 刚刚前面几位赛事主办方都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毕业变手怎么办 毕业变手就可以来老友赛 那原来很多变手自己打得很好 或者说当年的队友 这个当时还在一起比赛 毕业之后就各奔东西了 没有联系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将开放这个报名的门槛 我们将允许这个团队的自由组队 但是自由组队也不是没有限制的 因为我们始终认为给辩首一个在辩论圈的身份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是纯粹的自由组队 今年是这个队 明年换成另一个队 这不利于辩论的传承 所以我们今年试图推行一项新的举措 叫做辩论登记制 所有有志于参加辩尔赛的朋友们 都可以依据自己现有的辩论活动的这些朋友 身份 关系 组成自己想要组成的战队 有自己固定的名称 有自己固定的标志 也有自己固定的队员 那有了这些条件之后 就可以来成为辩尔赛的一个登记的队伍方 第二 我们的成员不限制年龄 在校的辩手一样可以组成自己的队伍 毕业的辩手也一样可以组成自己的队伍 我们也不限制国籍 也不限制地区 你们可以是以自己的地区为单位组成队伍 也可以是以其他的辩论身份 组成队伍来参加老赛 但我们认为一个队伍至少应该保证有四名成员 这样才能够保证赛事正常的运转 比赛正常的进行下去 第三个 我们这项举措 可能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持续推行 那如果一个队伍在一个年度之内 不停地更换队员 我们可能认为这不是一个固定的组织 不适合在老赛这个舞台上 以某个名目出现 但如果能够保证在一年的时间之内 如果能够保证在一年的时间之内 都能够不换队员的话 那我们就会邀请他参加我们的老赛 当然每位变手只能登具一个团队 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限制 邀请的规则如下 当然一方面我们在第一次做邀请的时候 是要有综合实力跟知名度的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是我们会在将来越来越降低 这个部分的比重 而以各个战队之间不同的比赛 胜负关系来决定我们的邀请的名额 那这些队伍除了老友赛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舞台能够竞技呢 那这就一方面 我们老友赛团队未来可能会在 这个登记的标准已经完善之后 注册的队伍已经足够多之后 去举办全新的赛事 也会希望这些已经登记的团队 能够以这样的名义去参加其他的比赛 然后获得成绩 这些部分这些成绩 都会登记在老友赛的这个名册上 这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上一年度成员 没有调整过的一些限制 那只要满足这些条件 我们就会把它参考 进入老友赛的这个邀请的名单 那当然老友赛是一个小的舞台 因为他一场比赛 也最多只能容纳十几只队伍来参赛 那这个坑比较少 人比较多 那竞争也会非常的激烈 但是我们认为 这样的一项登记的举措 在华语辩论来说 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因为对于辩手来说 如果只有学校这一个身份 能够让他们参与华语辩论的话 那这无疑是一件限制非常大的事情 但如果能够通过 老友赛本身组委会的努力 让各个辩手在毕业之后 有一个全新的身份 比如以某个战队队员的名义 或者某个俱乐部的名义 继续参与在华语辩论的活动当中 可能能推行华语辩论 向职业辩论的方向不断的前进 我们认为这是有价值的部分 所以我们老友赛也在这个地方 倡议一下 各大的赛事主办方 如果有愿意加入的 或者说有兴趣的 也可以以老友赛登记的这些团队 为理由 以邀请或者以报名的方式 为他们组织赛事 为华语辩论的职业化 不断的努力 这是老友赛的部分 那我们团队是不是只有这一个计划呢 并不是 各位如果拿到那个赛事手册 会看到我们有两个名头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宣布的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想举办一个 不是面向第一排的 这个主办方跟这个评委们的 而是面向真正的 大学生辩手的一个新的赛事 叫做世界大学生辩论巡回赛 这是我们会在 已经正在筹备当中 并且在下一年度 这个即将 在下一年度上半年 即将推行的一个赛事 好 大家不禁要问啊 现在面对大学生的辩论的 公开赛也好 这个邀请赛也好 或者说是这个锦标赛也好 非常多了 那为什么还要再搞一个 新的赛事呢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认为 我们的这个赛事 也能够填补目前 华语辩论的某一个空白 所以我们才会 励志于要把它推广出来 那我们大概会有 两项全新的举措 第一项举措叫做巡回办赛 因为辩论赛的举办 一向面临一个困境 就是如果我想保证 我办赛的质量是足够的高 那最好最好就是主办方来指引办赛 可是指引办赛就意味着它的影响力就会非常有限 那如果我想把这项华语辩论 把我们赛事推广到各个地区呢 那就可能不得不采用一个办法 就叫做从各地去寻求这个承办方 可是一旦从各地寻求承办方之后 就会出现比如说这个承办的各地有一些控制不到 或者是有问题的地方 那有没有办法把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呢 这就是我们下一个年度将要尝试去努力做的事情 由主办方来去各地寻回办赛 在每一个分赛区都有办这个比赛的主办方来完全的把控赛事的流程 这是我们寻回办赛的一个理念 第二个我们想要创新的部分 叫做我们有一个赛制的创新 而且各位要我们以劳赛团队的名义向大家保证 我们赛制创新的部分一向都是非常新的 好 先讲寻回办赛的部分 具体大概会怎么安排呢 我们现在暂定了有七个分战的赛区 大概会是在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 西安 重庆 跟沈阳 当然这七个地方是数量跟地点都是暂定的 因为最后会以大家报名的情况来实际做调整和安排 那是不是意味着北京地区 李维忠 你看不到我 但是你还有五分钟 好的 好的 很快 很快 那是不是只有这几个地区才能够 周边的学校才能够参加这几个地区的分战赛呢 并不是 我们做这个分战赛的设定 只是为了方便大家来往交通的成本 如果你愿意 其实你是可以去任何一个 你想要报名参加的这个地方去比赛的 当然也欢迎海外的队伍回来参加我们的赛事 第二个呢 我们会安排具体的申诉规则 以保证赛事公平 这个是各大赛事都有在做的 我们一样也会努力 第三个 我们会有这个首席的裁判做的辩论的讲座 因为各地的分战赛我们会邀请这个有实力的评委来作为首席的裁判 那我们就比如在座的几位评委就是我们你带邀请的名单 那他们来做这个评委之后呢 也会在各个地区举办自己的一个辩论的讲座 以分享辩论的经验 好 接着我们这个因为为了降低大家的成本 我们会尽量在周末两天完成这个赛事 这样大家就不用请假 也不用有太多住宿的费用 当然我们也会设置奖金 以鼓励大家在比赛当中真正取得好的成绩 当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之后呢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我们保留收取报名费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现在的招商 这个能不能够真正cover掉所有的费用 我们现在还是一个问号 那这一点要跟大家说明 好 这是我们巡回半赛的一些理念 第二个部分是真正的创新的赛制 什么叫做创新的赛制 话语辩论到目前为止有一个新的 我们认为有一个空白的地方在于 对于事实问题的探索 总还停留在一个表面上 虽然我们在台湾地区有奥瑞刚的赛制 但是奥瑞刚的赛制 如何借鉴到这个价值辩论当中 也是一个自带去研究的问题 再比如我们有其他的非辩论 非竞技辩论领域 比如像法庭辩论这样的制度 那有没有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在思考的地方 那我们认为创新的赛制有什么呢 一个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会举办一个 叫做赛前交换事实证据的制度 什么意思 在一项比赛结束 大家如果打比赛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场上对手在举出来的一项事实 跟数据之后无法验证他的真假 我也不知道他的来源是哪里 那这不利于我们去探讨真正的问题 怎么才能探讨真正的问题 我们寄希望于能够在赛前 让大家把自己可能需要用到的事实证据 全部整理成册并且交给主办方 以及我们会在赛前 将一段时间之内 把这项证据交给你的对手 然后让他去整理反驳的证据 并同样提交给主办方 这样在比赛开始之前 这样我们就会形成两份 每个队伍就会形成两份证据清单 一份是自己赛前准备的 另一份是反驳对方使用的证据 好 这证据怎么使用呢 我们会在赛上设计举证制证的环节 这是借鉴法庭辩论的制度 由举证的一方来说明自己的证据 到底是为了证明什么 由反驳的一方来指出这项证据 为什么他有证据的瑕疵 他不真实 或者他与变体没有关联 好 搞了这么多的活动 那如果有人在场上 不举之前提出的证据怎么办呢 我们会用非常严格的方式 如果会跟评委 各位评委交代清楚 赛前如果没有提交证据 那这份证据就当没有提出 哪怕你是现场用手机查出来的 一样当你没有交过 用这样的方式能够保证证据 在比赛之前通过充分的制证 保证其真实性 也能够让双方在准备比赛的过程当中 更好地把握对方可能讨论的方向 以至于让比赛更加地聚焦 这是我们在赛制上 努力做出的创新跟尝试 好 这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 具体的时间安排 但是这个时间安排 同样会依据报名的情况有所调整 大概1月份可能会开始预报名 之后正式的报名 然后之后各个周末会有地区的分战赛 以及在5月份会有最终的决赛 当然这个时间 陈主席我们时间可能也撞了 我们之后下来之后 我们可能得协调一下 这个时间怎么调整一下 好 那报名的流程也是简断结说 之后的我们的报名流程 会在我们的平台上有所发布 大家只要关注就好了 会有报名 会有筛选 会有确认 这主要是确认各个队伍的身份 跟这个资格 是不是能够代表自己的队伍参赛 即可赢 好 那我们接着 因为赛制是一个全新的赛制 我们也没有时间跟精力去尝试 这个赛制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如果真的就贸然开始的话 其实不是一件负责任的行为 所以我们为了去检测 这个赛制到底是不是可行 我们举办一个小型的实验杯辩论赛 招募一些小白鼠过来做做尝试 具体是什么样呢 我们会在2月16号到时 这个时间基本上是确定的 然后用网便的形式 招募八只来尝试做实验的队伍 这个队伍可以自由报名 我们也不做任何的限制 因为我们纯粹是实验这个赛制 是否可行 我们会邀请知名的便手来担任这个评委 分享他们对于各位来参加这个实验之后 分享一些经验跟交流 自由组队需要有至少4名队员 有一些辩论的实战经验 至少应该是院系级的参赛的队伍 因为我们要保证实验的质量 有时间跟精力一起能够讨论遍体 因为我们的这个赛制之下 对于事实跟证据的要求会非常的苛刻 当然需要认真的查询资料 如果对这些条件自认都可以满足的 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小型的实验赛事 1月15日之前请各队将组好的队伍 我不限任何的这个队伍组队的方式 可以是学校的队伍 也可以是院队 也可以是自由的朋友来组队 只要满足这边的几个条件 就可以把基本信息跟自我介绍 发送到这个邮箱 因为这个邮箱是我的个人邮箱 所以请大家注明这个 巡回赛实验组的报名 我们也会就先到先得 总共八支队伍 这个微博的部分 是我们前天刚刚申请注册的 所以大家如果关注了登录上去 可能会发现还没有什么内容 当然我们之后所有的赛事信息 都会在这个微博上公开的告诉大家 然后以及放一个工作人员的二维码 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工作人员的私人微信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保存加一下 但是加的时候请注意 就是请注明是巡回赛的咨询 因为是个人的微信 所有对于这个赛事有疑问 想参加想了解的同学 都可以加他的微信 然后去咨询一下 这就是我们老奥赛的团队 在明年想要为大家带来的辩论的新的尝试 跟新的实验 好 谢谢大家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我一定要感谢一下这个友情赞助我们老奥赛 这份PPT的来自马来亚大学的陈绍康先生 他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现场 他应该在镜头前正在看我们的直播 非常感谢陈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 帮我做的这么精彩的PPT 好 谢谢大家 有些人真的是 但是仗者关系好 疯狂超时 我也不能扣自己的时间 对吧 我只能声明一件事情 下次你们老奥赛组委会 再想以一个主办方的名义 发布两份赛事声明 我要收你们两倍的报名费 OK 好 那不管是之前的以校友为性质的 很多先锋性赛制的尝试 很多有趣的遍体的提解的撰写 还是新的巡回赛的这么一个创意和想法 其实大家会发现 老奥赛在华语变谈 或者他们的半赛里 一直都是希望能够把最好玩的 最有趣的 最漂亮的辩论比赛 努力地呈现给大家 至于有没有呈现出来 这个看天意 但是至少他们一直在努力 OK 好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下一位 有请我们的下一位 不好意思 我要看一下我的台本 是吗 尴尬 好 出现了失误 说明我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 有请我们的下一位 宣讲嘉宾 林朝碑国际辩论邀请赛 组委会主席林霄丽先生 有请 各位好 其实刚才梁七阳先生 说下一位的时候 我实际上自己上来 因为我觉得很理解他 因为林朝碑跟我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年轻 我想在座的这么多变手和嘉宾 其实不知道 可能知道林朝碑 但不知道我 其实刚才在王磊学长在上面说了一句话 非常出动我 他说了一句 他在九年前坐在台下 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 看到台上的学长开幕 其实非常符合我刚才的心境 我就是二十出头 跟刚才的梁秋阳先生 还有陈林岳先生 是新生代的变手 我是新生代的 他们俩是不是新生代 我就不知道了 其实办林朝碑 到现在为止 跟其他几个赛事比起来 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赛事 他到目前为止 成规模地成为国际辩论邀请赛 只有两届 之前的是包括全行林朝碑 辩论赛 其他的一些事情 其实刚开始办比赛的时候 别人问我 为什么要办这个比赛 其实非常简单 跟大多数变手的初衷一样 我们想打比赛 所以说我们办了比赛 在四年前 乃至五年前的时候 浙江地区 尤其是杭州 其实没有这么多比赛 那时候世界杯叫黄金联赛 那时候的市井赛 还是在浙江以往变的形式 我们那时候这些小变手 想要参加比赛 我们跑到马来西亚 去参加新变2.0 胡志明镜刚走了 我刚刚其实想说 其实我们当时 有一个变手 我有一个队友 他因为在那时候 跟胡志明镜先生 在游泳池里面一起游泳 吹牛逼吹了四年 说我跟胡志明镜先生 一起在游泳池游过泳 那时候 我们的女变手 那时候没赶上 我们发给她信息的时候 他们在换泳装 我说你们能不能推 那个拖一下 胡志明镜先生 我们说不能 他已经走了 结果他们很遗憾 结果接下来几天新变 他们都在那边 等着胡志明镜先生 其实胡志明镜先生 后面也没有来 他们表示非常的遗憾 其实后来 我们可以看到 临潮杯其实基本上是 由苹果和辩论军队部和 这一样大学成学人 商学人辩论队 共同承办的一个赛事 其实 它的发展力仍非常简单 从刚开始的校赛 到全行临潮杯 到临潮杯 国际辩论阳赛 再到临潮杯2.0 下一年是临潮杯3.0 其实在半比赛过程中 我们只有一个赞助商 就是我们已经毕业的 前江门学长 他从来不会过问 你这个比赛到底花多少钱 或者说你到底要给他 带来一个怎样的效果 我觉得在此 我首先要感谢一下 我们的前江门学长 他能够给我们这个辩论队 或者说给这个赛事 这么大的支持 再看一下赛事规模 其实临潮杯办到现在之前 是叫临潮杯国际辩论邀请赛 邀请这两个字 在之前的办赛过程中 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 很多师兄师姐 各个队伍的代表来问我 临潮杯今年能不能 我们队伍能不能参赛 其实对于办赛方来说 是非常的为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一个比赛 在有限的时间里 能邀请的队伍不多 那我总不能跟他说 我想邀请某支队伍 所以说我不能邀请你 所以在那时候 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 就是建立一个相对 比较合理的队伍选拔机制 所以说我借鉴了世界杯 还有师兄 在他们办分赛区的事情 所以说今年从5月份开始 到现在我们 共办了12个分赛区 其中包括了10个国内赛区 和两个海外赛区 国内赛区分别为 北京赛区 东北三省赛区 这里要解释一下 东北赛区为什么是三个省 因为那个地区比较特殊 各个每个单独某一个省的来说 可能并不能承办出一个赛区 这样的效果 但是所以说我们把三个省 合并为东北赛区 包括其他的西安赛区 河北赛区 浙江赛区 安徽赛区 贵州赛区 重庆赛区 广东赛区 湖北赛区 还有英国赛区 跟澳洲赛区 可能大家可能有点疑惑 为什么我们只有12个赛区 跟世界杯和事情赛比起来 我们可能比较少 但是我们 我以自己目前的想法来说 我觉得保证赛区的质量 以我们目前的一个能力来说 能够把这12个赛区办好 是已经我们能够力所能及的 一些目前的能力能够的事情 当然如果再多的变手 如果您所在的地区和区域 没有赛区 或者说您所在的区域 没有参加到赛区的分赛之中 可以事后 我看那个宣传册上 有我的联系方式 你们可以联系我 之后办分赛区的想法 包括之前联系过 我的湖南 海南 还有其他一些省市 你们也可以之后 我们再聊一下 关于下一年 或者说下一下一届 分赛区继续开办的情况 因为我们不可能 只是在办12个分赛区上 我们也会继续办分赛区 包括我们跟北京的金辩 上海还有南京的地方 也展开了赛事名额的合作 其中北京赛事 想要指动卡 南京赛区 与高地的 当地高校的辩论公论团 推荐 上海赛区是按照辩论积分排名 其实在赛事规模上 其实我的很多想法 一直在想 其实跟刚才的一些学长 学长介绍的时候 我其实都感觉 跟他们不模而合 包括今年已经开办的中学赛 其实这些想法 其实都源于很简单 因为我发现很多的问题是 很多毕业的老兵来问我 我想打比赛 很多中学生来问我 我也想打比赛 很多院籍 进入不了校队的人来找我 我也想打比赛 就像我刚刚开始 办临潮杯一样 我想打比赛 所以办了比赛 所以在之后的赛事体系的扩张之中 我觉得我会给更多 这些想打比赛的变手 不光是院籍 辩论部 律师协会这种协会类 包括大学组 本科组 老友赛院 院籍籍中学组 我都会渐渐地开始尝试 这是我们对赛事规模的一些畅想 赛事亮点 其实我个人认为 我不会太多介绍我们赛事亮点 因为临潮杯赛事亮点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临潮杯赛事亮点是它的变体 它的脑洞的变体 脑洞之大 我可以举个例子 当初我 我自己也参加过临潮杯的比赛 那时候有两个变体 一个叫快乐要玩 一个叫宠物人生 那时候我准备快乐要玩 我们队伍准备快乐要玩 准备得超级快乐 结果在比赛前一天 我发现我准备错变体了 那快乐要玩的变体 说我曾经在另外一个世界 结果我发现 我们准备变体的时候 那时候是非常痛苦的 临潮杯的变体 跟别的变体 是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 他们变体设置组的里面 他们沉浸住很多的世界观 可能说比如说 楚门世界84号星球 在准备变体的过程中 我甚至去看电影 来激发我的脑洞 来准备这个变体 当然我也查过论文 包括集体自由 到底什么东西 个人自由到底什么东西 权力到底什么 对于我们这种小变手来说 这变体非常的难 但是却也非常的有趣 在此我也非常想要感谢 苹果和出题组 包括周维光先生 跟周军先生 他们对于出题的一些支持 下面我觉得不算是一个比赛的一个亮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赛应该要做的事情 临潮杯给每个赛区队伍 三千到一千块钱不等的队伍补贴 比如说海外赛区 我们会给一个赛区三千块钱 国内赛区 如果江州户一千 如果是江州户以外是一千五 为什么这么做 其实是学长自己说的 我们要在办比赛的过程中 尽量把资金资源倾向于队伍和评委 因为我们参加过比赛的小变手 大家都知道 我们出去打比赛 除去一些非常受支持的高校之外 我们的资金是非常有限的 我想大多数在座的五百多个变手 你们自费来这里参加论坛 也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我觉得参加比赛也是个不小压力的情况下 我们尽量会选择 把一些资金提供到队伍的补贴上去 其实在刚开始办全豪临潮杯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们的特色是非常地一个俗气的 那时候的全豪的队伍 评价我们临潮杯是一个土豪的比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给队伍还有苹果的水 是六块钱的百岁山 说你们怎么都没有钱 给评委和队伍的水都是六块钱百岁山 怎么办到临潮杯国际辩论邀请赛了 你们给大家的水变成了农夫山泉 还是一块两毛钱的小瓶的农夫山泉 这里没有说什么资金的变少 我们临潮杯的辩论赛 其实资金从刚开始几千到几万 再到现在几十万一直在变多 但是我们在资金过程中 尽量偏向于队伍奖金 专业的评委的补贴 包括队伍的补贴上 当然就有可能在一些细致末节上 也不算细致末节 我觉得在接下来中 我们还是会继续解决到场地 包括一些周边的一些赛事体验上 给更多的变手 一个更好的赛事体验 在赛事上其实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其实昨天在那个计时器的时候 计时器发布会的时候 那个少帅学长说 你们能不能上来 来一个给我 什么 给出一个赛制 是我这个计时器解决不了 当时我犹豫了一块 我没上来 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很大的疑惑 这个节变尽叫 因为我们是现场节变尽叫的 我不知道这个计时器 到时候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希望之后 超级变手 我能够跟他们进行交流 能够解决这么一个赛制的问题 其他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些专业评委上 我们也曾经邀请过 林振江先生 萧磊先生 熊昊先生 还有吴嘉玲先生 袁丁先生 张艺修先生 柳天阳先生 彭飞宇先生 罗昆坤先生 还有其他一些变手 包括刘晶晶先生 在全行州临潮辩论赛的时候 他其实就已经来到我们临潮杯 并且担任了表演赛的一个嘉宾 在其他的一些方面 我觉得简单说一架吧 就说一下我们之后的展望与期待 分赛区的事情 我就不过多再说 因为我们就之后会慢慢地 控制好我们的节奏 把更多赛区 扑到更多的变轮区域当中 在第二点上 持续性上 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件事情 虽然说 我们的赞助商是一位非常热情 并且没有所求的 潜江门先生 他给我们这样的资金资助 但是作为半比赛的我来说 我每次要钱的时候 都有点愧疚 因为半辩论赛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公益性的一个事情 没有任何的收获 那我觉得一个比赛要维持十年 二十年 或者说更久的时间 它避免不了一个问题 就是资金问题 资金问题如果一个辩论赛 如果有自我造成的能力 如果有自负盈亏的能力 这是一个辩论赛能否有它的生命力的一个关键 所以说超级变手也好 其他的一些赛组织也好 他们现在所做的一些视频上的工作 包括一些产品的发布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借鉴的 另外一个是创新型 创新这两个字 是我们一直在想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刚开始 我去马来西亚参加新兵的时候 那时候的赛制非常记忆犹新 他说他们那时候是这样的 每个队伍有一定产量的一个货币 他们去拍卖 拍卖比赛场次跟比赛的时间 然后有些队伍可能拍卖到三场 有些队伍可能拍卖到五场 但拍卖五场的可能比拍卖三场的 更容易去晋级 其实临潮杯也一样 我们想要进行这样一种多种多样的尝试 比如说在临潮2.0的时候 有一个大一的学弟提出一个想法 他说我们会搞一个赛数货币 我们的观众可以通过 竞猜比赛结果最佳变手来获得货币 然后去兑换某个奖品 让观众也有参与感 比如说我们的队伍也可以拍卖一些功能卡 拍卖一些暂停的环节 拍卖一些队伍的功能 拍卖一些教练上场指导的东西 其实都是一个很年轻的变手提出来的想法 我觉得临潮杯要保持他的想象力 保持他的生命力的话 这方面是不能停的 其实我们看辩论的发展过程 其实从电视辩论走到现在 有现在直播网变 包括最近刚出现的解说的模式 其实我是非常的看好 辩论在这些方面情绪上的突破 我想有朝一日 比如说在斗鱼直播上 有一个专属于辩论的辩论板块 比如说第一排的某一位学长 成为某一个解说大咖 在5G的快速网络情况下 比如说在多屏投射的一个技术上面 我们可以在线上就可以完成 屏尾的在线 大家可以进行投屏 把我解除了在线 包括队伍的实时在线 我们可以非常 很轻而易举地畅想到这样一个场景 在迎面向我们走来 我觉得辩论随着这个 实在技术的发展 我觉得可以有更多 可以值得我们去借鉴的一些地方 我觉得办比赛不难 但是如何办好一个比赛是非常难的 我觉得临潮杯 如果想要继续走下去 去解决生命力的问题 在这种创新型跟想象力的问题上 我想需要借助各位的力量 比如说刚才我上台之后 上台之前 那个苹果河的李洋先生 也告诉我 给大家打个小广告 就是之后我们临潮杯的组委会 包括苹果河俱乐部 如果你们有想参加 整个赛制的制作 变题的出现 包括整个辩论赛的 一些尝试的话 我们完全欢迎在座的任何一个变手 不管你是大一的 还是高中生 还是老兵 你们都可以成为 临潮杯策划组的一员 这是我们想说的 其实杭州到武汉的距离有 七八百公里 在座的人 从世界各地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我在飞机上看到一句话 刚刚好 无所求者无所获 在成为变手的时候 我们所求的是 能够达到更多各种各样的赛事 这是我们当时作为变手的一个 所求 但是到现在办比赛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所求的 一定是这样的一种想象力 跟创新型 我们也会维持当初 临潮杯创办之初 想让更多的人办比赛 参加比赛 能达到比赛这样的初衷 让临潮杯变得越来越好 最后我想 以一个我很久很久 已经没有说过的一句话 来总结我这样的一个发言 谢谢主席 各位好 请代表临潮杯辩论赛 问候在场各位 谢谢 非常惭愤 因为刚才流程上的失误 所以在场上愣了一下 非常尴尬 还好刚才林小丽先生 也弄混了少帅跟石虹宇 让我们显得没有那么尴尬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少帅 石虹宇和前马来亚大学 知名辩手江国新 三个人放在一起看 来回切换看 看久了之后 你们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OK 变论前总有这种奇妙的事情发生 让我们非常期待 好 那 林潮杯 我有幸 曾经去到访过一次 围观了他们的决赛 然后 非常非常地有趣 包括他们评委 几位老师给我的反馈是 有些时候 由于变题 由于赛制 由于参赛队的默契 共同打造出的那个场域 会让你在短短的几天之内 感觉到完全不一样 辩论的风貌 大家刚才听 林潮丽先生分享出的 关于辩论的很多 有趣的想法 以及他们的充满脑洞和创意的变题 我相信也能够略知一二 所以 我个人认为 华为辩论圈 总是需要这样不同的想法 总是需要这样不同的赛事 来让我们的整个辩论生态 越来越好 所以 也希望林潮杯 之后 能够不断地发展壮大 达到自己所追寻的目标 那 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 下一位分奖嘉宾 来自 山海杯国际辩论邀请赛的 组委会主席 范云俊先生 为大家分享 有请 各位前辈 然后各位同好 大家上午好 然后我是 山海杯国际辩论邀请赛的 组委会的成员 范云俊 刚才啊 区康学长 林院学长 还是肖立学长 都不断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是 新生代的年轻辩手 我十分同意这件事情 因为呢 我查了一下 区康学长比我大了 五年 五个月 零二十九天 肖立学长 大了我三年 林院学长 大了我四年 这么算来 我应该算是 幼年变手 所以说这样强调 这件事情的好处是 如果我一会讲的太糟糕了 大家都可以理解 因为我还是个孩子 接下来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 山海杯国际辩论邀请赛 我们山海杯国际辩论邀请赛 今年的时间已经确定了 就是19年的2月 就是也是每年 开年的第一场大戏吧 也不能算大戏 可能只能算一道前菜 然后今年的所有的赛事 都已经准备就绪 然后欢迎各位 在新年之后 来到我们家乡青岛 然后来参与 我们山海杯国际辩论邀请赛 然后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 除了16支大学参与队伍 12支中学参与队伍之外 如果大家想要观摩的话 还是到我们的公众号 来下载一下 那个到时候的电子门票 就可以进入了 办赛历史是件 很无聊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直接略过 如果大家想要去了解的话 直接在我们组委会 发的组委的参会手册 上面的第19页和第20页 有具体的介绍 然后这是我们 山海杯五年历史之第一 第二届 是山海杯的前身 叫做青岛市中学生 辩论文化节 当时这个现场 大家能看到 刚开始是一个 非常简陋的环境 然后之后的第三届 第四届和第五届 是我们在相对办赛成熟之后 然后的三届比赛 大家可以通过观察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可以前而一举的达到一个结论 就这三年 我们并没有什么肉眼可见的进步 当然 这个源于我们实在是在 相对于其他组委来说 是一个资金非常有限的 这么一个组委会 然后刚才 领域学长说 他们又是在水利方 对吧 开决赛 我们其实 如果有钱了 我们也要想要 跑到牢山顶上的 那个三清关 然后直接把决赛开在那里 想一想 真的是 非常开心 然后又听到 萧丽学长说 说一个学长 直接几十万就赞助过来 昨天晚上问学长说 师兄一般都给你们多少钱 我要多少给多少 有点崩溃 所以说 但是山海边 这两年也在努力地 做招商的活动 然后我预计可能会在 2020年到2021年 是预计 我猜可能会在那时候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之后是我们的主办方介绍 是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是一个高中 来承办这个比赛 也没有什么好介绍的 因为我相信在场的各位 应该也没有什么机会 入读这所学校了 之后是我们今年的一个赛程的安排 因为现在的变题 还有这个抽签 可能会在明年的月初 就是一月的月初进行 所以说现在的话 只能是一个大体的一个时间 是在2月15日到18日 然后我们的赛制是奥瑞钢赛制 可能大家有的比较陌生 然后也有的比较了解 那如果陌生的话 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 那个微信公共平台 去来了解一下这个赛制 时间非常的长 但是我们一般叫它叫CP赛制 因为两个人和两个人之间 会一场就这两个人之间的交锋 也非常的有趣 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然后这个我们之后再讲 我想跳到下一个PPT 坏了卡住了 好了 因为下一张是广告 它卡住了也是正好 出来了 是这个样子 这是一则广告 是山海之旅 是我们每年在七八月份 还是由我们前任的 组委会的主席韩好帅 负责收钱的这么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是一个 类似于夏令营的这么一个活动 然后集合了夏令营 讲座 路串 喝酒 旅游 唯一体的这么一个活动 叫山海之旅 今年预计的时间 大概应该在八月份 也欢迎各位届时一块来参加 然后最后我要讲的是 我们今年的这么一个邀请学校 因为这可能跟我之后的主题 还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我们今年的邀请学校 已经确定下来了 大学只有16职 这也是问题所在 以至于明年可能 世界的那个辩论的排行榜 都不带我们玩了 所以说这可能之后 是我要讲的是一个 有关山海培之后发展的 这么一个过程 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的山海培 整个的这个规模 不算很大 只有16只队伍 所以说我们在之后 明年可能在2020年 就是我们在19年的 这个准备周期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要做一个扩充 就是要把我们16只参赛队 进一步的扩大 然后希望那个华语辩论排行榜 接着带我们玩 然后在这个扩充的环节 是以下内容 是我个人的想法 因为现在我们组委 还没有完全的确定 要以什么样的形式扩充 就是说我之后的言论 仅代表我个人言论 而不代表组委会的言论 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打算 从我个人的这么一个角度出发 可能它的扩充方向 可能跟其他的比赛 会稍微不同一点 就是我本身 现在就读的学校 是一个来自于 现在辩论资源 相对比较匮乏的地区 然后一年到头 也没有什么比赛可打 然后呢 我每年可能能接触到的比赛 就是世界杯 还有市井赛 两个有在我们省份开地区赛 然后刚才又接到了一个噩耗 是可能世界杯的头名 然后得不到一个完整的 参加决赛的机会 我觉得大概率会落到 我们省份的头上 所以说 在这个噩耗前提下 我就开始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能让我 我们那个地区的 因为我们地区也来了 很多的这个变手 然后怎么能让我们 这个地区的变手和学校 能够打上比赛 因为说实话的 这个机会是一个 越滚越多的一个情况 无论是今天 我看几个大赛的组委 实际上参赛的队伍 绝大部分是重合的 以至于其实很难 今天有200多个学校的代表 可能绝大多数的学校 是没有机会参与到 我们今天的这些组委会 这些的比赛当中 所以说 就在思考怎么样能够 通过一种方式 能够使得更多的学校参与进来 那么我个人的想法是 在一个地区赛的一个基础之上 采用一种新的形式 叫做连队形式 因为连队形式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是 它能使得某一个 可能辩论资源相对落后的地区 能够用连队的形式 第一是整合自己的实力 因为坦白讲 从声援角度 从资源角度 是很难与一流级大学 比如说扬言三观的 北市大 还有一些其他的学校 所能抗衡的 所以说一个连队的形式 可以提升一个地区的竞争力 从另一方面来讲 它也可以能够带动 一个整个地区的机会 如果是单纯的 某一个学校去参与 某一个落后地区的学校去参与的话 很有可能之后 也不会给这个地区 带来一个很大的改变 所以说我个人的想法 是一个连队的形式 当然这个想法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经过 其他组委会人的完全的赞同 然后可能还需要 一定的商讨时间 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要分享一个 我个人的两个小故事 就是我感觉 对于一个落后地区来说 一个资源的一个重要性 首先是我一年到头 因为我基本上一年到头 对于变乐来讲 我也是一名变手 我就一直在寻找比赛打 然后一直找不到 也没有什么机会 于是今天我就在想 要不然 动用一下自己的权利 像学习一下临潮碑 对吧弄一下主办方的队伍 然后来参加山海杯 后来一想这不行啊 因为我们本来 组委会就少 然后比赛一开始 给平委倒完水 给正方便手倒完水 转身坐到反方的席位上 就是看起来有些奇怪 然后 所以说就很难受 怎么样能够让一些 更多的地区的 变手参与进来 就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 可能这有一些自私 但是没有办法 我觉得作为一个主办方也好 或者作为一个变手来讲 实际上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说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 就像我高中的时候 一直有个目标 就跟我同级这个变手 叫做王泽宇 可能大家有听过 今天拿了两个全程最佳 法变的和天伦碑的 然后我高一那年 天赋跟他差距很大 于是我就一直在想 我怎么样超过他 怎么样超过他 然后不断刷视频 不断地打比赛 终于在高三那年 感觉又能赶上他的趋势 一上大学 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 就希望能有更多的主办方 我也会有更多的主办方 能够去关注一下 如何去让更多的地区 或者更多的学校 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 这是我们山海杯 接下来我想去做的一个尝试 当然这个尝试 在现阶段面临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缺钱 第二个问题是缺钱 第三个问题不是缺钱 是征得上届组委韩好帅 和其他组委会成员的同意 当然我们组委会的成员很少 如果有青岛附近的地区 就有住在那里 或者在那里上学的 然后比较想要来参与 我们整个的组委工作的 那欢迎大家加入 但是前提是 要支持我的方案 如果不支持那就别来了 如果支持我的方案 并且有个意愿的话 可以来联系我 然后我们相互了解之后的话 欢迎各位加入 我们组委会的工作当中来 然后最后呢 提到我们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上海杯这两年 的确是在资金方面 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也要在这里 代表组委会 像一直支持我们工作的 各位前辈 一直支持我们比赛的 各位学长姐 以及在座各位同好们 然后代表组委会 对大家表达真诚的感谢 谢谢 非常感谢范英俊先生的分享 同时呢 也非常感谢他的信任 因为他愿意把我们今天论坛 这个场合作为 山海杯组委会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 拉票的现场 说明他很信任大家嘛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我们同时也非常欢迎 在镜头前 或者可能不在屏幕前的 韩好帅先生 如果明年有什么需求的话 那一样可以来 对吧 报名费不会涨 OK 好 其实像刚才我在底下 候场的时候 有看我的微信朋友圈 和微博上的大家一些反馈 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当越来越多的主办方 在台上讲完很多 他们关于赛事的畅想之后 那底下的很多 我认识的在座各位的辩手 他们的朋友圈里面 都在表达一个感慨 就是好想打比赛 对吧 比较尴尬的一件事情是 我认识了很多主办方 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好想打比赛 对 所以你们可以考虑换一换 对吧 我觉得这可能 对于一个非常想打比赛的主办方来说 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 华尔辩论的一个 比较良好的生态 就是我们三年换一场 打尼尔的去办一办比赛 办累了过来打一打 劳逸结合 OK 好 那不管怎么样 像山海杯 这个 保持自己的办赛的格调 和办赛的追求 同样的也在 原有的竞技辩论的基础上 不断向外拓展 有中学组 有更多的想法 更多的追求的这样一些赛事 共同和之前的赛事一起 构成了我们华尔辩论的重要的板块 那 除此之外呢 会不会有其他新的赛事呢 那接下来 我们就有请 我来看一眼 不是看台本 我是看一下我刚才记下来的 还剩多少时间 我们有请 发言时间现在还剩下 10分13秒的石鸿宇先生 来作为辩论猎人大赛的 组委会主席 为大家进行分享 大家有请 音乐快点停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后面的 醒一醒醒一醒 头抬起来了 对吧 我就是个闹钟 好吧 我讲完 就是实验辩论和启发说了 对吧 你们再不行 估计等我就该错过东西了 我就花10分钟时间 简单地讲一下 超级变手猎人大赛 一个在座的各位 90%都没有听说过的比赛 那这个比赛 为什么能放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们是主办方 我正经一点 我今天就手讲段子 好吧 我们快点 超级变手的猎人大赛 一个全新的比赛 这个比赛新到什么程度呢 今年的国庆节 才办第一期 就是两个月以前 之前从来没有这个比赛 这个比赛呢 是一个不一样的比赛 为什么说它不一样呢 不是说这四个人 坐在台上打就不一样 还有个老子 这个比赛 这个 mapped 这个比赛 就像一个比赛